2014年8月25日 谁在说栏目组接到王女士一家打来的求助电话 记者随即来到王女士家中了解情况 一进屋 王女士便给我们看了她头上的伤口 据她讲述 这是几天前她的亲弟弟动手造成的 这件事情让王女士伤心不已 最终决定到谁在说解决家庭矛盾 2014年8月31日 王女士一家来到了谁在说的录制现场 她和弟弟一家的破冰之旅就此展开 今天这个故事应该说 是从一张照片说起的 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呢 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 这位大姐呢一直在哭泣 而后面最后这张照片呢 如果清楚的话可以看到 在大姐的头上呢 有一个深深的疤痕 而这个疤痕呢是最近呢 刚刚出现的 那么大姐因为什么事 是被人打了吗 还是意外受到了什么伤害呢 掌声有请 第一位嘉宾 请到这里来哈 我相信刚才 在台后面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心里非常难过吧 对 是不是在偷偷的掉眼泪啊 这是您吗 这个照片上的人 对 应该说是头皮上 这怎么了 我弟弟打的 亲弟弟吗 对 拿什么打的 拿那个垃圾桶 垃圾桶 你们家垃圾桶铁的呀 就那种塑料的 你大老爷们 你欺负你姐 这算什么本事啊 就是很软的那种塑料孔 没想到这个底儿 正好砸在他脑袋上 塑料垃圾桶打成这样吗 追的 拿那个 因为我坐在床边上嘛 他在那个沙发旁边那坐着 站起来就拽 拽给了我 这个底儿 那边上比较 有一边 正好 打在上 缝了四针 塑料垃圾桶能 这人这么严重的伤害啊 对 反正挺狠的 反正我觉得是 我认为是挺狠的 对 那得多大的劲啊 因为一个塑料垃圾桶 我就打身上 最多也就磕一下 而且造了脑袋 就扔上去了 我没躲开 先拿的是杯子 后来我躲开了 这个是我正好 刚抬起头的时候 他打过来的 我没躲开 我是怕打 就这么说话 能不让我生气 你们姐弟俩是第一次 发生这么大冲突吧 动手了 不是已经是 其实第二回第三回了 都是他动手吗 都是他先动手 但是在现场 除了您和您弟弟以外 还有别人吗 还有我母亲 我母亲 我的天哪 那妈妈看到这一幕 得多伤心啊 说不了 随便说 这个到这来 你有什么话 可不能说的 您的兄弟姐妹 有几个人呢 还有妹妹 也就是说 你们是三个人 您是老大吗 对 老大 然后老二是男孩女孩啊 是女孩 我妹 然后第三个是个儿子 对 就是你这小弟 对吧 打完你以后给您道歉了吗 没有 到今天为止吗 对 第一时间我也吓一跳 我第一时间给他打的九九九 打完之后 你们还说话吗 不说 我们从五月份以后 到现在就不说话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二十二号 我记错 来推一下小弟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这是您动手打的吗 对 是 听着您这还挺理直气壮的 既然那个事情呢 就是我呢 咱们就承认 我也不会说隐瞒什么 您就下手狠点吧 不是说那个什么 当职吧 说来说去吧 等于他一地拿这话呀 刺激我 刺激我完了呢 我这 我这就比较冲动啊 也没控制住 我就本想拿杯子啊 往那身上拽他一下 后来杯子没有拽长呢 后来我顺手呢 就特别小 特别软的 那种塗料筒 就是家里边搁在那个 搁沙发旁边什么的 扔个纸什么的 正好 这么一扔过去 本想就 往那身上 砍 那个那个底儿那比较硬快 等于就砸在头上了 刚一开始 血都下来 也吓了我一跳 第一时间 我是打的999 也吓了我一跳 你知道 我也不想发生这个事情 不是那您给姐姐道歉了吗 我们老太太呢 我是本想去 我们老太太拦着 不让我去 怕回头又发生冲突 后来我给买了点东西 让我二姐给拿过去 但是您心里边 会不会其实也挺难过的 不愿意这样 确实难过 因为这是你姐 咱说句实话 你们有矛盾 咱解决矛盾 对 但你动手把人伤害 这样这确实不对 你承认吗 我承认 因为我在想 一垃圾桶 先生您想想 你得使多大的劲 打成这样啊 我也没说 我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要是想到这样 我也不会这样 是啊 但是您知道吗 有很多这个 天上剧特吓人的事 就是没想到 才会一冲动就发生了 是我也 您想想 您当时要手头 拿的是个刀呢 那是肯定不会 那我肯定不会的 那 为什么我拿 桌子上 还有别的 别的东西呢 我为什么没拿呀 嗯 还有别的水果刀 什么都有 我为什么没拿 看着就是一个 塑料的东西 嗯 他相信不相信 我姐相信不相信 那是他的事 我们老太太 拦着不让我去 但是我这么想 假如当时 妈妈没拦着您 您去了 您陪姐姐去了 你觉得还会发生冲突吗 冲突肯定要 我这么想 因为 他这人说话方式吧 根本让人接受不了 不是我就说 去医院的路上 你觉得还会有冲突吗 那应该不会 就当时 其实 他没去 嗯 他没去 您您今天 听他说是 他不想去 还是他没去 他没去 他根本就没去 警察带着我去的 警察来了 说问他那个 追究他法律责任吗 别追究 毕竟是他亲敌 那也就是说 你认为他就不想去 对 他肯定是不想去 但今天他说 他想去 是你妈妈没让他去 不可能 我妈 我妈 我妈不会说这话 他是为了什么 他老说 我妈不让他去 他是一来 老想什么 说过这话 跟我妈 说给我打残了 算 嗯 你弟弟是不是 有的时候说话不太 他不是 他接他说了 他走不到 我知道这边 他给我们的孩子 打电话 说我就想用 打架的方式 把他放 要回来 我说把他打了 亲口说 我说那个 就是气话 所以你就说 今天来这里 您是要避免 出现更大的 这种伤害 这是他报的 这个节目 那我说只能 就就就上这儿来了 好请坐 大家请坐 我要给大家 讲一个背景 其实今天这期节目 我觉得我得说实话 就是我心里 录制这期节目呢 我想可能压力 最大的应该是霍律师 其次应该是我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呢 已经曾经就在不久前 刚刚在另外一档 情感类的节目中 他们去了 当时那个节目 请的律师 就是陈旭律师 应该说 陈旭律师 是一个非常好的律师 也是我们节目 这个最常用的律师之一 他跟霍律师应该两个 都是我认为 非常优秀的律师 然而当时节目录制 中途就停下来了 好像只录了一个小时 是吧 对一个半小时 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 对不对 没解决 上上就开始哭 控制不住 哭了一个半小时 后来就没调节 所以就接这样的节目吧 我其实心里很有压力 因为我认为 如果 因为那也是一档 不错的节目 我想他们如果 当时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 如果他是第一次解决 可能还简单 而对于霍律师来说 他的压力就在于 其实霍律师跟陈律师 本身都是好朋友 他们 他们对这个 对这个事情看法 非常清晰 而在我们这个节目 录制之前 大概就十分钟之前 我们还跟陈律师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 就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是一次考验 我们今天 能不能够 帮助他们解决了 这个问题 我确实没有底儿 因为我觉得 他们已然经过了 那样的一次录制 今天再次来 我相信他们也是无奈之举 所以我们要听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霍律师会不会觉得 确实有压力 确实感觉有些压力 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 所讲到的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经过一轮的调节 但是没有达成这个一致 他们的协调的意见 而且还发生了 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所以说我也感觉到 心里的压力非常的大 原来 就在今年七月底 王家姐弟俩就曾因为想和平解决矛盾 而参加了另一道情感调节类节目的录制 然而 在录制的过程中 大姐王女士突然情绪失控 中断了录制 回到家中后 便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姐弟关系进一步恶化 眼看着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无奈之下 王女士一家又找到了谁在说栏目组 寻求帮助 就在今天的录制前 大姐王女士的情绪就有过几次波动 经过记者的细心安抚 才得以平复 那么这个家庭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矛盾 才让他们几次三番 找到栏目组进行调解呢 当时为什么没有调解好啊 因为他说的不是实情 我说的就是事实 太欺负了 我相信您应该非常相信我们这些专家吧 对我会控制好 因为当时是您站起身来走了 对不对 对 他就感觉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就有点失控了 按照我们平时的节目录制的规矩 我们最后才给出全面的法律意见 中间的全部都是调查情况 然后甚至我们在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还会开会研究 甚至我们还会请教更专业的人士 今天呀 我特别希望咱们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来 可以吗 行可以 您对我们这些专家都熟悉吗 都熟悉 我挺爱看的 我是希望您在我们这里啊 咱像家的感觉 我希望您放松 好 因为前面有过那样一件事 我觉得您一定要抱一个态度 这事如果今天您再不解决 真没机会了 但是我也希望您把事情说出来 好不好 好的 不是吧 今天这么说 明天这么说 发生这个事以后 您去医院逢针的时候 伤心吗 伤心 你会不会觉得亲弟弟 是 我想 我跟别人也说过 您是怎么说的 我说 这不是亲的 只要亲 他不会这样 第二天我在家 我掉眼泪 他一般情况下 不会对人发脾气 或者更别说动手了 要不是说发生这么大的事 根本就不可能的 您心里面觉着 弟弟动完手之后 他舒服了吗 我也不好评论他 咦 估计啊 我觉得他舒服 我想你这个事情来 确实有点对不起 他爹太强制了 带着密想这个事情 恨上加狠 施邦老师 您觉得弟弟动完手之后 他舒服了吗 肯定不舒服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在情绪的下面 有冲动性的行为之后 一定会内疚和自责的 皮外伤 他就不想想 把我气得是内伤 那谁看得见 您怎么会觉得他舒服了呢 他要不舒服的话 他不会说再来 跟我妈说 我再来找他 还会给他打残废了 他说过 谁跟你说的话 这是我妈说的 那妈妈怎么会传这样的话呀 他有什么话 他跟我妈说 我妈会就会告诉我了 妈妈多大年龄了 糊涂了吗 没糊涂 七十六了 七十六了 但老妈妈知不知道 这样的话会导致 你们俩矛盾更深呢 来 先生您好 您好 您说过这样的话吗 那个当时啊 说的是气话 说的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呢 说的就是 瞒风不讲理 就说什么呀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这个房 就是工房 法院也管不着 我说你要想这样的话 我说我就让你坐在轮椅上 享受这套房 我就这么说的 哦 呃 先生您觉得您说这话合适吗 就是一个冲动 当时就是感觉 不是 那您不能因为您冲动 那你说我要冲动杀了一个人 我父母不法 所以说呀 有些事情吧 就是我们俩坐下来 不是好好的 他首先老是拿这话吧 刺激你 嗯 刺激你完了呢 你说 本身我是啊 每回他都没有说 坐下来 找我 商量这事 嗯 都是我在追着他的屁股后边 说这事 嗯 我的父母也特别为难 嗯 我的父 就是和我父母老实在说 说说说 等于是在中间来回来去的船 是啊 我这个姐姐呢 就怕坐下来跟我谈那事 110那天来了 人家他也说了 问我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 我说我向您保证可以 我说您问问我这姐姐行不行 110 人家问我这姐 我这姐怎么说的 我不会坐下来跟他谈 这是他跟人家110这么说的 是吗 不是 我不想跟他谈 那你今天来这干嘛呀 他 不是 他报的名啊 我要不来 他说了 不行了 必须让我来啊 大姐啊 我们这啊 从来不强迫 所有来的人都不是我们压来的 全是自己这个举着腿来的 这 所以我就想 哦 不能叫举着腿啊 全自己溜的来的 嗯 这没人强迫您来吧 不是今天您想来吗 我是想来 不来也没办法 那我怎么办 我也没有办法了 啊 现在比如说 我就不想解决问题 我就这辈子就不想解决 我就想跟他接仇 你现在决定还来不及 但是我们认为 人这样是说 有问题的时候不解决 俩人都是难受的 你以为你不难受吗 宁愿舍了二母弟 也要堵上这口气 你有这性格中的气质 弟弟更是这样 所以说你们俩吧 这个别的人 这个是说不想来 就现在就走 你们俩现在想走 还就走不了了 你走走试试 我恩这也得给你们解决了 就是这脾气 我我来了 我不追 我得尊重你们 我不能说走 你知道吗 既然我来了 我就得尊重你们 好多人都问我说 说这个 你们那解决家庭矛盾的节目 是真的假的呀 为什么他们会坐在那 把自己家里的那点事 说给大家听呢 我给他们是这么解释的 我说他不上我这来 就没地能解决 关键是他不上我这来 他上别的地方 找心理咨询师 他得花钱 上我这来 他不但不花钱 还能解决问题 他干嘛不来呢 这就是我的回答 是这样 到底啥事啊 这弄的这个姐弟俩 但我有一点啊 这位姐姐 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就是你这个弟弟 刚才说话的时候 他承认他是冲动 就说咱们不管怎么样 就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有希望 那咱们先来谈谈 你们家的事啊 你们俩为点啥呀 弄成这样 就为了房 我们家的房 这个为了这点房 出了问题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我想先问问您 这房子是谁的房子 现在写的是我名字 这根本就不应该写你名字 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写成您的名字了呢 我也没用什么方式 就是自然而然该写成您 就是入住的时候 是我妈跟我第一块 我们三个人 就你弟弟同意 这房子写成您的名字 对 不同意 为什么写你名字 三套房全都应该是父亲 那我们来开始谈 他们家的这个房子的故事啊 这个房子有冲突的 有争议的 只有一套 对不对 对 这一套房子在哪里 那就朝阳区 都是在朝阳区这三套 因为我们记不住啊 那您能不能说一下 一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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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一块 这三套房 那咱们说人吧 就这三套分别都写了谁的名字 这1805 写的是我的名字 您一套 我妹妹那个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您那个妈妈的名下一套 但是你妹妹住着呢 我妹妹住 帮我记一下 就一套是您的名字 谁在住现在 我住 您在住 您一家人吗 就我跟我爱人 还有我妈 还有我爸 他不就是把这理由 对他自己有这利的什么的 他就往他身上说 你们家整个这个家庭内部 嗯 名下有三套房 嗯 第一套房呢 写的是妈妈的名字 是大妹妹全家在居住 对吗 嗯 第二套房呢 是写的您的名字 对 妈妈爸爸和您一家人在居住 对不对 对 第三套房是写的谁的名字 写的我爸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 谁在居住 他们三口的 我弟还有那弟兄孩子 好 弟弟一家三口在住 对吧 那么听上去就是三个孩子 似乎是一人一套 这有什么问题吗 有 他要是 他说把这套房 最初打架啊 找我谈了这几次 嗯 就怕说他把1805这套房子 改回他的名字 也就是说 嗯 弟弟希望 现在爸爸妈妈和您居住的 这一套房子 嗯 对 改到了他的名下 嗯 我没说改回我的名字 改回父亲的名字 而且三套房其实都不是产权房 都不是 都是公租房 所以霍律师 现在我能不能理解为 第一套房的成租人是妈妈 对 是妈妈 第二套呢 大姐 成租人是大姐 第三套房是成租人是父亲 嗯 嗯 呃 那么现在呢 小弟希望把大姐是成租人的这套房子 改成 他是成租人 变更成成租人是小弟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嗯 那这成租人是您 为什么要变成他呢 他有什么依据呢 就最早的时候 我们家拆迁是两个两间平房 嗯 人家刚开始分分的时候 我们家没达成协议 就是分了 他跟我妈是一个两居室 嗯 我妹是一个一居室 就是最早没分我房 为什么没分你房 你为什么不敢说去你那调查出来 你那里有一套房 这么着我们家就没走 没走以后呢 等回到到都人都搬走了 就我们家一间了 人家那人找我们聊 说说你过了一趟 说我跟我弟说上拆迁办的 给你们家重新把这房分一下 这点就是错误的 人家根本就没当着他这么说 说呢 你不要单分出去吗 说给你一个一居室 让你做 给他一个一居 说你呢 你跟你妈还有孩子呢 还有我爸我妈呢 我们是一两居室 我妹呢是一个一居室 后来这就分完了 分完了 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了 他呢也没说不成 也没说那是他代签的这个协议 当时我没跟着去签去啊 我可能记不下筋诺了 我没举 反正是 后来等回头该上楼了 过了三年了 那点住上了 我们家孩子够13呢 增加一次然间 那个协议上写上了 但回头该命名了吧 后来呢 人家那个拆迁办说 由于您的孩子 够了13岁 对吧 对 增一次然间 最初的时候 相当于你们两间平房 换成了三套楼房 对吧 这三套楼房分别是妹妹居住的一居室 对 你跟爸妈妈居住的两居室 是 以及小弟居住的这个一居室 一居室 对吧 由于您的女儿够了13岁 人家能给补一个担尖 补一个担尖 对吧 这个担尖补到哪里了呢 把那一居室交了 但是他说是他的一居室 但那协议上也没写 你看不讲理吧 说话 用什么惯子吗 有着性子没写 父母知道还用写吗 把小弟的那一间 变成了两居室 对 对吧 嗯 那么以前 他是一居室的时候 写的是谁的名字 那都没写名 那写的 没 那上楼之前没写名的 没有 没有 没有变更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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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也就是说 小弟的一居室 变成了两居室 嗯 这对他是好事啊 那他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他现在就找他我那一居室哪去了 他变成两居室了吗 他不 他就说增的是增的这个 现在我住的这个这里头了 他就跟我要 不是 他原来是个一居室 对吧 对啊 他现在变成两居室了 嗯 同租人虽然写的是爸爸 但他一直在住 那一直在住 那对于他来说是好事啊 他 他说的 他他不管那边的房 就要这个1805 改成他的名字 我们俩一直打的就是这个 不说实话 让人家都听不明白 他就说 那您认得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认为这这房 人家当初也分过 他就说这这三套房里 没有我一厘米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俩就因为这个吵 1996年 王家的两间成租平房拆迁后 分得三套成租楼房 分别是一套两居室 和两套一居室 起初家里决定有小弟和二姐 各住一个一居室 父母和大姐一起居住两居室 由于大姐王女士的女儿 当时已经年满13周岁 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 家有年满13周岁的孩子 便可在拆迁补偿时 增加一间自然间 于是姐弟商量决定 将原本让弟弟居住的一居室 增加一个自然间 变成两居室 由父母和大姐一家来居住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将这个两居室的长租人 变更成了大姐王女士 这让弟弟十分的气愤 因为在他看来 这套两居室是由本属于自己 乘租的一居室换来的 如今弟弟王先生 要求姐姐将两居室房子的 乘租人改成自己 而且还责令姐姐搬出这套乘租房 这就是王家矛盾的根源所在 那弟弟现在住的一个两居室 对 那将来如果 如果变更成租人的话 应该也是变更成他 变更他 对吧 对 那他不就有一个两居室了吗 他就说他没有房 他就非得要 要我这十八零五 让我们上 上他那三层住去 我怕到 就这么说话 能不让我生气 就是弟弟 他是不是认为 当时分了这三套房 应该有一套房子是父母的 有一套房子是这个您那个妹妹的 有一套房子是他的 虽然说咱们先不写 写在谁名下 就立即是这么认为 当时分配的时候 就没分配给您 但是不知道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就把他那套一居拿出来了 变成了两居 变成两居以后 写在了您的名下 对 他就这么认为 他本来啊 他们家呀 弟弟的认为 是说呢 本来是分了三套房 一个两居 两个一居 一个两居应该是父母的 就是弟弟现在住这套 应该还有一个一居呢 二姐的 还有一套一居呢 应该是小弟的 但是呢 后来是因为呢 这个大姐的女儿年满了十三周岁 所以说呢 要增加一个自然间 怎么增加呢 说得交回去一套房 然后呢 弟弟这套房交回去了 变成了一个两居室 嗯 那因为这个两居室呢 后来就落在了大姐 变成了城堡 小弟您好 刚才霍律师说的这个意思 对吗 刚一开始说的啊 分析的是这么回事 好 那么您觉得这里边是谁占便宜了 谁吃亏了 就说现在这样 我吃的亏呢 嗯 您认为您吃亏了 对 那谁占便宜了呢 那明白 就我这姐姐 我们大概画一下 您看对不对 小弟您也看着啊 对 其实是有三个房子 咱们先说这三个房 简单化啊 一个 一 二 三 小弟 我们现在假如这是三个房子 好不好 对 这个房子二姐的 你们没什么疑义吧 对 就是二姐在住 然后名字是妈妈的 对不对 对 这个你有 你有疑义吗 我没有 没有疑义是吧 你有疑义吗 我没有 没有疑义 好 现在这一个是个两居室 是大姐 和父母在住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疑义吧 好 现在这是第二套 先说这条最早的 应该是两居一居一居 对 对吧 对 一个两居 最早的那两居是哪个 哪个 这是这套还是这套 你的1805还是这套 那可能就是305 305是附近那套是吗 就是这套始终没有动过 没动过 是这套 是由一居二居的是吗 对 我也不大清了 妹妹这是几楼 六楼 六楼是吧 六楼 六层 最初的时候还没有写名字 对不对 对 弟弟 对 没有写名字 当时给爸爸妈妈妈分的是一个什么居 双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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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分的呢 双举室那个是几楼啊 三居 那也就是说当时其实是一个后来换了一个18层 对对对 好 那阿霍律师这个说啊 这就是说这个是个1805 1805 这个呢 305 对305 那我们这么说啊 就这原来就是一个双局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应该是一双局 原来是一双局对吧 这个是谁在 现在是您在住对吗 对 小弟父亲名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这个图现在看上去呢 比较简单和清楚了 对 也就是说 最初 其实你们是 这套是没有一意的 对不对 这一套当时也没有一意 对吗 没有对 当时就是爸爸的名字 您在住对吗 对 对 那唯一有一意的就是这一套 对吧 这一套原来是谁的名字 也是父亲的 都是父亲的名字 那为什么这三套房 都是父亲的名字 那好 单居室他给变成双局室 所以那个名字 他就改成他了 哦 这点你说的对吗 什么叫我改的 是不是你同意的 妈也在场啊 妈 父亲都不知道 这就没法说了 你说他 其实我大概就解释了 你们当时 小弟啊 你听一下我的分析啊 嗯 你们当时 我来猜测 你们当时是为了把这个单居 变成双局 那么怎样才能把单居变成双局呢 需要用大姐孩子的名义 因为她的孩子 对 十三周岁了 如果你想单居变双局 就得用她那个名额 用她那个名额 就得写在她的名项 所以当时 你们家庭共同商议 为了增加这个局势 写在了大姐名项 不是 是这样吗 不是 也是为了媒活费 就是没 跟没活费没有关系 你看他要说没关系 嗯 为什么我可以说说吗 可以 因为什么呀 这儿分房 说这儿没有她的房 她找人家 开 开发商 去了多少回 哭着回来的 我这妈妈后来说 你看这个 这个怎么办 我说她愿意住 她愿意住哪套 就让她住哪套 完了以后呢 这个说是牵扯她 她这孩子 她这孩子 孩子 人家也是不给 不给 是我给她 挣下来的一个自然店 可能不是胡说八道了吗 开这儿 小弟您到厂上来 咱们一块说一下 这房子的事 好吧 来搬个凳子 就因为这煤火费血 您好 您好 别着急 别着急 来您叫我 在这儿一下 在这儿 咱们面穿大家 你们是哪年搬上来的 01年 2001年 那爸爸妈妈 一上楼的时候 住的是哪一套 他们直接就搬进 1805了 最开始的时候 有这个一居室 写在了 妈妈名下 二姐在住 这个你们没有一一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另外一套 是写在了 父亲的名下 这套是一套两居室 也没有意义 那两套房都是 父亲的名下 都是父亲的名下 这套父亲的名下 没有意义 对 那么这套房 也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 大姐所居住的 这个1805 争议房 争议房 对 那么这套争议的房屋 本身呢 是也是一套 单居室 对 是吗 然后呢 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先不说什么原因 种种原因 把它变更成了 两居室 同时由父亲的名字 变更成了 大姐的名字 这个本啊 直接就写的是 大姐的名字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一套 您认为 这套房子有什么争议呢 这个他要的时候 开发商人不跟他谈 说你们 外面有房 调查出来了 天谈有这房 他回来就跟我妈哭 我妈说 你说你姐这 这样你说怎么办 我说随便住哪一套都可以 当时关系都不错 当时都非常好 我老公这人 为什么最后 自己的房子能这样 就是太老实了 太实在了 我这姐夫 最坏 在中间 他来一个说 你这姐姐 等于是在家里头 是在跟我争访 我父母的房 原来就说过 肯定留给我 我那姐夫 跟他说 是在跟我争访 我这姐姐 他说 写在他的名下 他们自个儿 交这个取暖费单位 可以拿 天谈他们的平房 拆房 给我补偿 给我补偿 据弟弟王先生讲述 当初在拆迁安置居住之前 就因增设自然间 而将一居室 置换成了两居室 并且大姐和姐夫 在住进新房前 就已经建议 将成租人 写成大姐 然而大姐却口口声声的说 当年是因为弟弟无正式工作 无法报销媒火费 才最终商议 决定写在大姐名下 而弟弟对姐姐的说法 却多次否认 在弟弟看来 这只是姐姐和姐夫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当初之所以同意将房子的成租人写成大姐 完全是因为姐夫曾经的一个承诺 当时姐夫承诺 日后会将他名下的平房拆迁利益 分给弟弟一部分作为补偿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房子的名字早已改成了姐姐王女士 补偿仪式却无人提及 这让弟弟王先生愤怒至极 在他看来自己好像是钻进了一个姐姐和姐夫 早已预设好的圈套中 无法逃脱 然而姐姐和姐夫在录制现场 却对承诺仪式避而不谈 究竟是确有此事 还是弟弟故意捏造 节目录制开始前 记者在观察室内与王女士夫妇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这没有证据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说没说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那意思就是我跟他 单独说话说说的 我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那你说这事 他甭管说什么 他都有回来跟我说一事 是吗 其实我们俩就说没有 我说什么 没有 我零六年 我问 我问他们 我这姐夫来一个 别着急啊 先生 当时姐夫找您去谈 都在都都在家里坐着 他也在 姐姐也在 找您去谈 说用您那个 一居室和 就您的外甥女的 这个名额 一块形成了 现在这个1805 对吧 但是当时呢 说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名字就改成了 爸爸那个时候说的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挺亏您的 所以就说 等将来 他们天坛我套房 拆迁的时候 给您把这一间房的利益 补出来 是这样说的吗 那我承受你什么 我补偿你什么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 所以说他说的这个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那现在天坛那房拆迁了吗 没有呢 我那个没法跟他说 也没法跟他交流 一交流就说 凭什么全是你的呀 你拆房的时候 你没在这住 你户口在这 他跟人要 人家那边调查出来了 我二姐这房 人家也去婆婆家调查了 回来什么都没说 人家给我二姐一套房 婆婆家住的紧张 人家就什么都没说 我那父亲 两天平房全是他的 我说你要是给一单居 不合适 也不同意 我说我没有房 我护口在这 你要分房 我说你别跟我父亲 分一块 我那父亲 自个儿的房 自个儿要 我也自个儿要 那也就是当时 就给父亲分了一个两居室 对啊 您是一个一居室 对 那个时候跟大姐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你再说 你自己是心对着 人家是不是跟你说的 说你要求单住 人家给你一个一居 说你跟你爹妈还有孩子 是一个两居 给你妹一个一居 你倒是来说 说老人百年以后 你不许过来 跟你大姐争这房 人家说过这话没有 说过 你得承认这一点 要没有 我说要没有我的户口 人家不可能给个两居室 你爹妈 怎么会得两居室 咱们那边也有人 有得两居室的吗 你自己必须得 说实话 你都不 在那个场合 你都不说实话 我怎么完了 您说 我说完了 他那时候 人家开发商说 你们家已经快成 兵的户了 最后一户 我就是为了给他要放 他对他姐 真是付出的特别多 最后变的变的 他自己就不能自圆其说 我就跟人家谈了好 多少回 人家就是不给 我说 我姐的孩子怎么办 他说这个可以 有个照顾他一下 在这上学 到了13周岁 增一个自然金 这是我给他争过来的 你不争 人家不给了 怎么办 占了人家那便宜一点 都不知道赶 不往自己身上的脸上贴金吗 为什么他们要 人家都没谈这事 我跟着虎母走 孩子跟着虎母走 是我给他争过来的 人家后来又说 你非得在这 跟我要这房 现在就是说什么 也拆不了平房 我们家的字也签不了 等于人家分的这个房 层次都是比较好的 你们家说再不签 这房 我不会再给你留着 人家是经理说的 说第二天 我那律师跟你们谈 我就不再跟你们 说这房的事了 你们就法院解决 法院要说 给你这几个房 我们是单独给他一套房 要是法院判的没有 你们家分的这几套房 就分给别人 以后再给你们家 还是这么多房 层次什么的 就别找了 所以当时你也着急了 对啊 对吧 我这姐姐说 行了 那个你们明天就签那吧 就别管我了 那个反正也就这样了 这么的 我才跟他去 人家后来是说了 百年之后 父母的房 愿意给你 就是你的 嗯 你不非得要吗 是这样说的 可不如你不能全压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 呃 父母对这房子有什么 因为这是成租房 父母的意思 我那父亲说了 住可以 给 不行 好 那您认为 先生啊 您今天希望 因为是您打电话的 您希望怎么解决 您说个房子 我希望就是什么呀 解决什么呀 把这个名字 还改成我父亲 嗯 让他明白这里有没有他 九六年 拆个房 嗯 人家是什么呀 拆钱说也说了 你户口在 没有房 分离房 你这个 户口在 你外面有房 不给房 嗯 人家就这么说的 不是没给他一个人 也就是说 十五六户都没给啊 您现在希望把名字 改成父亲 对 关键你爸愿意吗 我爸愿意 这穿嘴糊涂巴拉 您认为呢 这位大姐 我爸没跟我说过 哦 这是他的一厢情愿 嗯 我不是我 刚开始 他是跟我要 改他的名字 那天上那个节目 他又要求改我父亲的名字 他从来也没跟我说过 那你为什么 那天 坐下来跟他谈他呢 我跟他没法谈 为什么呀 他说这里边 没有我义里民 你说我们俩怎么谈 您是不是当时承诺 他偏谈那个将来 嗯 将来拆钱的时候 他的利益 我没承认 本身我把我孩子 我已经说过 他姐 我不知道 我们家里 没跟我说过这个 再说了 我们孩子 这么大的事 对 爱人都不跟您说呀 他不说 说多了 看漏马脚 他还说这个 说是 我说是什么呀 我 当时你赛场不赛场 妈咱们三个 写着没火废的 说 说写我的名字 是不是你们同意的 就是亲近上 我连考虑都没考虑 我说怎么都行 都让他 他说 你看我在亲近上面 我还那么算你吗 我补他 你交了一个依据 我给了你 我把孩子那份给你了 我还让我 还让我 我不知道他给的是我哪个 有他妈的房子 所以这孩子呢 才能挣一个四十年 这比较顺利 他说把我父亲那个给我 嗯 什么叫把你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 他说 那个房 你 你根本不会分一个 双军指 现在你住双军指 都又给你了 不是 咱 咱说 哪有这样的 哪有这样的 在家里面 手伸的特别长 什么事 他 他全做 我没做过这桌 咱们家的大小事 全是你在做桌 你是不是说 把十八零五的房 写我的名字 还给我 什么 三层 那房 写你名字 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因为当时 咱俩打架 我这么说的 你心里都是 你不能说 都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爸说了 三层给我 到时候你们就走 就是他的 他说留给他 我说你可以 天台没有房 拆 就说拆了 你没有房住 你在这可以 不当主 我不会 我天台那房 与你有什么关系 是与我们有关系 是不是 人天台那房 那时候 人家他爸的互赌 又不是说 我们家那时候 互赌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户口一直在那 户口跟那 人家也有兄弟姐妹 人家完全 兄弟姐妹 在旁边那个院 在我们家旁边那个院 当主持人问到 大姐是否知道 自己丈夫 曾经承诺过 给弟弟补偿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 都能感觉到 大姐在刻意 回避这个问题 作为夫妻 丈夫做了如此大的决定 难道不会与妻子商量吗 而小弟上场 却一口咬定 当年是因为 姐夫的承诺 才同意将 两居室的成租人 改为大姐的名字 那么 当年他们之间的承诺 是否却有其事 他们三个人之间 究竟谁在说谎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大姐 在住这个房子之前 在这个上楼之前 您住在哪里 我也 我呀 对 当时您住在哪里 当时 上楼之前 对 上楼之前 我住我们三弟的那个房子里头 住了 他我们小叔子的房子里头 有没有住在父母这两间房子里 没 那时候还没分呢 是不是住在那天餐这儿了 没 没住那 在天餐那里住了 不 也就是说 我跟那儿 您这房 是在拆迁之前 不是有两间房吗 这两间房里 当时有您住吗 这您在那儿住吗 你在那两间房里住吗 我那时候 断断续续的 反正 两间平房 是我住了 两间平房 您在那儿住吗 拆迁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那儿住 他 我也跟那平房住 在那个拆迁时候 没在那儿住 你看 拆迁时候 没在那儿住 只有说没有你的房 那就变成他的了吧 您是跟谁住呢 弟弟结婚了吧 没有 没有 他没结婚的 那也不能见他 我们跟弟弟一个房间 那您住哪儿啊 我跟我妈 我妈好像我记得是啊 大概因为我姐 我妈住的外 我们住的是里头 因为还有我们孩子 还有我们一妈 外头是一厨房 还有那个水龙头什么的 外头没有床 跟没有说不下 里边就有 我结婚就跟天南住了 可能不到一年 我们就过这边住了 你结婚就在天南界的 你怎么会住了不到一年呢 大姐 你就是您结了婚以后 在天南住过一段时间 后来看到哪儿了呢 后来就是 你刚才说 有一个什么三币 像叔子那儿 他们家住了一段 对 这是一个单间吗 也是一个依据室 然后你就搬上楼了 对吗 对 这不就得了吗 刚才非常清楚 就说您其实没有 在那两间房里住 对吧 在哪两间啊 就你拆返之前呢 先回以后 我也住过跟那儿 先回以后没在哪儿 这个住啊 我是想问您这样 叫做长期连续性居住 你比如说我回家看妈妈住一晚上 那那没有 那个不能算说我长期居住啊 那个偶尔回去看妈妈不算 我说的是长期连续性居住 因为那时候我们孩子跟那儿上小学 我必须得跟那儿住 我们还有还有我们家 一跟那儿住来的 他不能这样 大姐您帮我回忆一下啊 你看当时呢 如果您也在那儿住啊 这个家庭里面会有这样几个人啊 父母 对 对吧 小弟 这肯定都得在吧 对 您的这个妹妹在不在 我妹不跟那儿住了 妹妹跟那儿住了 我妹姐姐 妹妹还没结婚呢 走了啊 人家结婚了那天啊 那么这几家房 然后呢 再加上您家一家三口 您跟我说一下 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居住的环境 就是谁住在哪一个屋 两间房各有多少平米呢 我也不知道那个 12平米一间 12平米一间 我们前面都接住了 您说一下 当时是怎么住下来的 我 因为12平米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这个原材是36平米 对 一小块 反正就一个装饰房嘛 一个装饰 一个单身房 对呀 那你如果是你爸妈家 你没家三口一家 她有小妹怎么住啊 她也她住外屋 你知道吗 她跟我爸呀 我妈带着孩子 我妈跟我爸是单着住 一天 我妈带她的孩子 她跟我爸是住那边那间 我跟我妈什么 有时候住这边这屋 小绿先生说一下 我先说完了 我和我父亲住在旁边那间 您和您的父亲住一间 我父亲对 另一间呢 另一间 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 带着她的孩子 就是外甥 就没了 这全都在胡说八道 这他们住的 我媳妇都给忘了 好 现在我们房子的事啊 基本我们明白了 先生你别着急啊 来霍律师把这个放到您那脚底下吧 现在咱们随时看啊 来先生请坐 你跟我说说 刚才开头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您的声音 都些许有些哽咽 也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 你自己也很伤心 我也是掉下了眼泪了 对 我能听出来啊 因为什么呀 我确实是 把她伤成这样 我也特别难过 别看我说话狠 其实我非常 心疼她 她那孩子 生年来 到上了大学 都是我在接受 她们两个狗子说 我 我 我 就说我们 蒸这房 让她们的孩子 以后是该怎么 笑声你老小 怎么 怎么笑 生年来 她们不在这住 晚上熬这奶 夜里边凉 两点多住 发烧 是我跟我妈 带着上医院 他们在哪住呢 你们在哪住呢 你说我们在哪住呢 你也不就偶尔了吗 又不是说你老带着去啊 谁也不会说 孩子老这么发烧 就我 偶尔了 说着没你 住在一块 能没有互相帮助 拿这当成什么 要房子资本 有过吗 有过 我承认 有过 我也不是说不承认 也就是说外甥女 其实跟您的感情很好 原来还行 现在也 也就因为这个房啊 我也看 也跟他们两口子 没什么区别 这孩子 生下来 把孩子就 搁在娘家了 在那住了 三年生完孩子 上班了就 上班那根本就没法住 住不开 根本就 他就搬着天坛去了 搬着天坛住呢 住了一段时间呢 我旁边那院 他公公 牵拆着他们 你们是邻居跟你姐夫 对 我那姐夫两个兄弟 在那个院 人家分了两套房 他也想在那院里 得到一个单居 但是他户口 没在那儿 人家调查出来 天坛没有房 人家就没给他 既然没有给我姐夫 怎么会给他呢 他说那个 协议上写的 有他的份额 平房那个时候 就是七个人 安置七个人 没有协议的时候 就是这么写的 七个人是哪七个人呀 我两个姐 父母 后来我那个 两个姐的孩子 我全落在那儿 人家这就是 分这房的时候呢 明确的跟他说了 你的房 是以后那儿分你 肯定以后那儿 拆你的房 肯定分你 这法就是说 暂时不会给你 不可能你两个分房啊 国家肯定不允许 说法吗大姐 我不认同 当时就如果 那人要不这么说我 我不会走的 你不管干嘛去 你甭管我干什么 人家那人说这么着 分给你爹妈 你跟爹妈住两居室 人家都这么亲自说了 他不承认 要是没有天坛那房的话 这边就会单独分他一套房 他不承认 不承认 那财前协议 要是分给他的房 再怎么争也争不过来 对吗 是这样啊大姐 我在想 就说 其实这套房子呢 说实话该怎么分 律师可能有他的建议啊 在您名下 这个两居室呢 也是他的 还是有他的份额 您觉得 他孩子自然间 我会给他 我不要 也就是说 孩子的自然间 你不说 这是分给孩子上学用的吗 这位大姐 您听我说 现在小弟的意见是 就是中间这个二号房屋 来来大姐 您看一下 小弟的意见是 这个房屋呢 将来呢 有外甥女的 也有他的 是这意思吧 您的意见是 这房屋将来就是您的 是这意思吗 我认为是 我认为 他最终的想法是什么呀 这三套房 全是我父亲的房 三个孩子 一人一套 但是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想到 这三套房 是怎么分的 你有没有这权利 来打这架 那你自己住这两居室呢 我们是 共同居住人 你结了婚了 还属于吗 共同居住人 那您的意见呢 假如将来这三套房 怎么分 我父母 很清楚这个房 是怎么分的 有谁 您认为将来怎么分 最合适 我认为 我姐这套房 拿我那套房交的 还给我 他孩子里边 那个份额 我该怎么给他 给他 我父亲那套房 愿意给他是他的 愿意给我二姐 是我二姐的 愿意给我是我的 我谁也不给 这个呢 这个我管不着 那个也惦记着呢 不是说没惦记 怎么弄成这样 不就成仇人了吗 好 这位大姐 那您先休息一下 这边 先生 其实我见到您以后吧 我觉得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一开始 看了个照片之后 我会觉得 哇 这弟弟也太魂不练了 我就这种感觉啊 您能理解我这话吗 我们接触这么说 我这么想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您其实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房子的事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是不是因为结婚了 有媳妇了 有孩子了 不是 我媳妇那时候也是在什么呀 后边也在劝我 他们就认为 是我接了关 我媳妇在后边 怎么着 怎么着 他鼓动我 他那时候拆签住 我们没结婚 我都不知道这房 谁是谁的 我怎么给他出这主意啊 他媳妇也不好 他结婚以后 这关系就不是特别好 实际上 我可以向那灯 我要说话那什么 你别这么吓唬我 我这寒毛 根本就没有人家什么事 我可以这么说 我要是胡说八道 我爬着走 大姐您好 听到您好 您会不会心里面有点觉着 弟弟是结婚以后 才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我没这么认为 那太好了 您可千万别这么认为 我没有 弟弟和弟媳关系还不错吧 还可以 他们 是吧 非常好 什么地方还可以 吵架吗 也吵 咱不吵架 那不就得了吗 吵完了 他要是生个出 我就哄了 你会哄媳妇 那你怎么不会哄我 你姐呢 我也哄过他呀 那不是一次了 打了这第三次了 哎呀 你跟你媳妇动过手吗 没有 这我要是你姐 我听了更生气 我也跟他说了 咱这事解决完了 我说你可以拿任何东西 你敢跟你媳妇动手吗 没有 你敢吗 万一比如说你提了 他说不舍得 所以你都舍得 在你姐姐上脑袋上 没有 哎呀我那时候确实我控制不住我这手了 其实我也不希望家里边打成这样 他的最小吧 焦痕 你别看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强 他是气的了 你刚才意思是 只要把这事解决完了 你让你姐随便抡个啥家 对 你可以放我姐 我就跟他这么说的 那我替你姐打行吗 可以 我手可重了 没事 我练拳击的 所以说我刚才不是在后边那 那个我也眼泪滑滑的 对我能感觉到 哎 几位会不会觉得 当这兄弟上来以后 跟我们想的还是有一些差别 施钢老师 是 差别非常大 就是一开始 陡然看到姐姐 头上那个疤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就是 就是哎呀 这弟弟会浑到什么样的 就真的一个感觉啊 但上来以后 说起心里话 不偏袒任何一方 可能姐姐下面听到 听弟弟描述完之后 我的确觉得是有情有义 有理有据 但是脾气有点臭 真的 如果说愣从你这边找问题的话 我觉得你看姐姐大你几岁 而且是个女同志 我如果我觉得你要是有商有量的 能够脾气别那么臭 什么东西可能不至于今天到这个地方 这个房要只倚着你们去要 这孩子 这房人家不会给 我是给他争过来 想要自然间 天四万 他这个是一分钱 没有天 我还能让他得到 钱 这不等于就是 一定得到实惠了吗 现在解决问题是 这个房子 不管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 导致已经写在了姐姐的名下 我刚才举个笔 这就巨大的利益 好家伙 这一大包东西 你装人家兜里了 现在通过姐姐要妈 这个东西再掏出来 它是有点难度 跟谁也不平衡 我也跟她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换过来 如果你想 那是我外甥女 那不跟自己归你一样吗 她的利益 绝对给她 那是我姐 我们能商量能商量 如果你话这样说 我觉得姐姐 是不是会心里舒服一点 这样是肯定要舒服的 如果姐姐心里面舒服一点 她情绪就不会那么高 解决问题 是不是容易一点 对 但是以前为什么解决不了 我觉得就是您说话的方式 可能站着理了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得理还在让人吗 她太贪了 再说那个话 对不对 我说您在处处 如果是这么去考虑的事的 我觉得在这个平台 能解决问题 您从上场以后 跟刚才的印象 也确实不一样 我感觉您 因为您在上场之前 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冲动 说的难听一点 其实有点魂不立了 我刚才是上来 有点魂不立 拿东西都给打人 但是我感觉您现在冷静下来 把这个详细的去说清楚 这个事情是想解决它 那既然想解决 那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说清楚 对 就是您刚才呢 一直在岛上的一件事 是把这个房子 要写回到父亲名下 那我就要问你一件事情 当时写在姐姐名下的时候 您当时 无论是什么原因 您有没有配合她 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 您同意了吗 没有 他同意了 他不同意 他同意了 父母同意了吗 父母不知道 那怎么就来了 您跟你姐夫说了一句话 说到时候会补你一间房 对呀 如果什么都没说 你这句话 从何 在那个开发商那 两天时间 就给两天 他去了 找人谈去了 我说你先去谈去 回来呢 掉点泪 我们老太太 还有我 还有我那姐夫 就在那平房里边住 能有多大面积 就在那住 我这姐夫就在旁边 我在这坐着 我姐回来说 没有 还是 这个结果 我户口在这 我在这生的 到现在 分房顺 没有她的 上这班 怎么办 我妈说 要不然你就在这住着 楼房下来 我那姐夫姐跟着就说 说 你现在等于是在跟你弟 争我父母那房 等于不是在跟我争房吗 我那姐夫说 这么着吧 这个房呢 楼房下来呢 就写我这姐的名字 好赖呢 就说单位呢 能给报销点 属于哪位啊 不是啊 我老公他再傻 他也不能说 你什么程度都没说 我这房分给我的 给你 这没有证据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说没说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 怎么都行 我都没考虑这个事情 来先生 就这句话啊 因为刚才我第一次问您的时候 我说 是不是您同意了的 您说 我没有 没有 那您刚才描述的是 说完这个是 写在姐姐名价吧 你什么都没考虑 我就同意了 还是经过你同意 这是 我事都行吗 他不承认 你说你怎么说 怎么都行 同意也可以 不同意 但是你要是说 你最后你付给我 那我就 请我说 我顺着问你啊 因为我作为律师来讲 我得公正 所有的事情 我不能广听情感 因为您刚才只说了一半的事情 我得把另一半事情 也得问清楚 所以说您刚才所说的 说这个怎么都行 是吧 这一句怎么都行 如果您要不配合 把那一军事交回去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两句是 但是我是怎么讲的 他嘴上我没这么说 我为什么复印了一份协议 这房也不是我的 你在底下跟我私下等着 最后你不按你的话说 这房不是我的 是我父亲的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个房子写到了姐姐名下 办完了这个房门以后呢 我也没有问我父母 我这么想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你愿意写你的呢 这房最后你的呢 你就按你说的 补偿我 你要是最后 你不补偿我呢 你这房还得给我 反正这个协议也不是我的名字 也是父亲的名字 我就只能这么理解 要是我的名字 那肯定瞎 专家一会儿就给他问图楼 怎么都行 那就是为同意 那他说了这个 我为什么说 你可能说这样的话呢 鉴于你之前对他孩子的态度 你这样的人 当时就能说出这话来 有可能 你只是现在不想再承认 他都不承认 你现在不想承认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让我们对你产生了一个 疑虑了 因为事实上那个时候 鉴于你之前的善良 你是完全有可能说这种话 有可能 只是现在你们闹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我不想承认 凭什么承认呢 对不对 他都这样了 这是合理的 对不对 你没有发现我们四个人是不是 不够傻 不是 不是 因为什么呀 是他们全不承认 我也不承认 他也没给我解认 我也没给他解认 所以说这个他先不承认 你就不承认了 这事就没地儿解决去 我们特别希望他承认不承认 你先承认 我就有办法让他也承认 也可以承认 哎呀 这不就对了吗 就承认了 就同意了 在专家和弟弟的沟通过程中 弟弟终于肯说出 当初同意将成租人写在姐姐名下的实情 据弟弟讲述 当初考虑到当时是父亲名下的成租房 不管怎样 最后仍会交于父亲处置 加之 姐夫承诺日后会给自己一部分补偿 他才同意将房子成租人的名字改成姐姐 但是现在 姐姐和姐夫却对承诺的事情只字不提 一口咬定 当初是为了报销媒火费 才将成租人写成姐姐 这让弟弟王先生十分恼怒 同时也认为是姐姐和姐夫欺骗了自己 姐夫说到这个话 可是姐姐说他不知道 当时姐姐在场吗 也在 他正在跟我妈那哭 最后他跟我说完了 他们怎么商量的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您认为2006年的时候 当您再次提起这个房子的时候 姐夫不承认了 我是给我姐打了电话 那你姐姐怎么说的呢 我姐姐说 不可能的事 那天台那以后 拆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一分钱不会拟得的 所以矛盾就从这开始的 我就给我气的一个 非常就想去立马找了电 常在胡说八道 差点气 拿塑料桶 没有 当时气懵了 那你有没有跟你姐夫沟通过这事啊 我那姐夫更黏更坏 我只有这么 我只有这么评价他 这个 最为祸首就是他 我一直就没参与 既然你没参与 你背后也别给我大姐出主意 从头到来 从拆迁到现在 可以说 我一句话没准备 我那天就在家里说了 咱们谁不敢承认 咱往祖弄巴带上吧 嗯 行不行 我就这么当着他说 他怎么回答你啊 他不愿意 当着110说 我说这个事情 解决不了 我说我 不是为了这套房 我说 假如我要在外头 让人给我骗了 我活该 我智商低 让人给我骗了 我活该 恰恰就在家里边 我是用亲戚 他们给我骗了 那我就往死里打 我就可以这么说 你又开始冲动了啊 所以说 我一想你这话来 我特别生气 哎 先生 其实说句实话 要好好解决 你也不是说 非得要那套房 对不对 我可 我那天跟编导也说 就是说 他们那 天南平方拆了 我 我这位置肯定 比他那好 两居室 给你 你给我一单居 嗯 我说这样 我吃亏就吃亏 是不是 你既然说了 你就 你就得这么办 嗯 你要不然 这个房 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嗯 你们愿意在这住 我写了一个清楚 以后这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二姐那房 我 为什么 我连提都不提 为什么呀 那就是分给我二姐 哦 也就是您觉得您讲理 对啊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要说想得到 你不要伤害别人 来请一下姐夫 姐夫也许人家一上场就说 这个兄弟 确实是 姐夫当天就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办 该怎么说怎么办 姐夫您好 主持人好 专家好 您好 请坐 一哥啊 是 现在还在开吗 是 哼 你俩就一大车一小车哈 有 有在路上看到过吗 看见过 碰到过吗 在路上 路上 他没看见过 他还可爱 啊 你看到他那时候说话吗 按喇叭 按喇叭 你跟我说话 不是 按喇叭是 那时候还没吵架呢吧 那时候没 吵完架以后还按喇叭吗 吵完架以后 我估计他躲着我吵架 他吵不着 见不着了 就没见着 那万一见着你 可以按三线吗 大坏蛋 先生 刚才这个小舅子这样说 你很生气吧 不生气 那就好 为什么说不生气啊 因为他说的这些啊 我不知道他从何而起 所以就说这东西 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生气 生什么气 就当年您从来没有承诺过 天台那房子给他补偿 96年拆迁 你想想 那个房也不值钱 我不知道 我说 我说过什么 就你们在拆迁说 你在旁边坐着 我姐跟人家玩回来哭 这就96年是吧 96年啊 我姐回来 回来 咱们全都在 我等了他消息呢 他一个人去的 我一刚开始 是我跟他去的 我知道人怎么样 人家就给他这么 这儿给你解决不了 这儿你在这儿 根本就不是我们班之内 凭解决房 后来我就不爱跟他去了 他不敢去 咱们全在家里边 等了这消息 没有五分钟 回来就跟老太太那哭 老太太呢 在屋里边也特别发愁 那怎么办呀 说要不然 你愿意住那套 就住那套楼房下来 你紧跟着就说 你这个姐姐上 没有分体房 等于再整房 这么着吧 这个房子以后下来呢 就写你这姐姐名字 以后天谈呢 补这个 什么补偿我 你还跟我说过 你们家那边分房 你们家那边吃了亏了 杠着我 一定不会便宜他 便宜开发商 你跟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们家吃亏了 我们家哪家啊 分你爸的房 楼房还没下来 协议我不知道猜没猜 已经分他爸房了 他爸忽然病逝 人把房给收回了 他们家不知道要不要 最后后来跟我说 他们家吃了多大亏 最后说咱们这边再开房 绝对不会是 那什么 少 就说要这房 少这要了 你有印象吗 说这 他说的那事 你想起来了吗 这个 我父亲啊 有 他说的这个 主要是前面那个事 你父亲这事不重要 我能记得我父亲死 到九里南那会儿死了 但是你说这个 刚才你说的什么了 他连信 你刚才说了 你想想 二十年前他能记住吗 大姑娘露出尾巴来了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他这人就是太不实在的 老爱包装自己 就留年 就是分你解房了吗 对 我也不是 不是没分你解房 没有 完了我再给你补偿 不是 你说 这套房呢 就说家里边给他一套房 他不情绪不好吗 他老跟我妈那哭闹 我妈说呢 怎么办 这人就跟我商量 我父亲基本上什么事 让我拿这主意 签协议 都是我不让我去签 对 你带签的 这个就是什么呀 说这个房 给他一套 我说 行 等着都成 你后来说 等于是我这姐姐 是在 跟我 争房 就说你姐 跟你争了一套房 在争父母那套房 等于是在 跟我争房 姐夫当时你说的 你说你这不是跟你弟弟争房吗 对 是 说的 其实就是第一句话叫 你在跟你弟弟争房 第二句话说 你呀就照顾你姐姐的情绪 先写成你姐儿名 对 然后改天我们天堂那个房出来后 我会给你补偿 给你补偿 两个诸心意思 就这意思 我跟你这么讲 我是93年开始出租 从93年到现在 不是 您先给我 先不说哪开始 就是说 确实这两句话你能想起来吗 我为什么就是这么说 就是说我 从早到晚 我不回家 那个 就他说的一个 就是在一块做什么 我根本就没参与 他肯定没讲实话 真挤不达清 我可以 你是没有参与 你们家从参与天到上楼 对 我一句都没参与过 你是没找人家参与的 我也没找你 找过你参与 你是没找过我 那 你在旁边说的那个话 老表面上说 他不想参与这房子的事 然后他背后特去找律师去问 我就觉得很难 你咋就不让他写下来得了呢 当时 当初我 让我刚才不过外头人要是给我坑了 蒙了 我直上低那活该 在家里边 我是在看那 姐夫 你想啊 就当时你觉得咱们就算忘了 咱们推断一下 你觉得当时有没有可能您说这样的话 九几年拆迁 就是内上的那个拆迁协议 就是我们两天 他是97年 97年什么时候签的协议 97年岁月份签的协议 是吧 那个签协议之前 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他姐的 我大姐后边没有他的话 他不会跟他弟弟这样 我想不会 因为当时 我们家那种对钱比较看重 这姐夫啊 我现在从我的专业的观察上 基本确定 您不是忘了 您是有意把它忘了 您不是记不起来 您是故意记不起来 故意记不起来 或者说您现在不太感激起来了 为什么呢 您说 我们心理学当中有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连贯起来讲 到现在为止 从我开始问开始起 加王导问开始起 加主人问开始问起 连续问了你三个问题 您都不直接回答 不直接 对 您都得扯到别地儿去 别的 别的地儿去 那您再问一遍 我直接回答 现在再问了就不用就看不出东西来了 就是在我不说这个原理的时候 您那个回答那个状态 我们可以推测到 您是没忘 对啥 因为你要真忘了 您就可以直接说 我忘了 您就不需要到旁边去找理由 找原因去 那就说明你没忘 您是在找原因 清楚吧 这叫心理学当中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连贯起来看 您是出于什么目的在做这个事情 坑人 知道吧 所以没事 我觉得刚才说的非常的好 没事没事 您的那个 节目就要这么讲 就说 其实我们觉得 一加在这个上 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个推断 其实刚才那个 女性成章的东西 我们在现场要解决问题 有些话 说了就是说了 没说就是没说 我可以说 那个时候 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97年 我们都太知道 那个时候房子 说句信息的话 没隔 隔谁可能都会来一句 那时候房子一间 房子可能就是万把块钱 那又是兄弟姐妹的 为了解决这个上班 远近的问题 给你一间就给你一间 谁都不涨前后 也今天好 这一间房子变好几百万了 关键是刚才人家 在我的这个提示之下 人家就承认了 承认什么了 当然承认 他同意写成 你媳妇的名字 他原先都不承认 刚才我们 就像施老师这样 一问他就承认了 他先完成了一次诚实 您能不能完成诚实 我就不知道了 同意吧 那你们帮我想起来 我认为啊 就说这个 您必须得 就说实事求是 你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你没法解决问题 你非得 你非得说 我答应他什么了 真的 我没法得回答这个问题 既然你没答应 这房也不是单独分给你们的 那你把这房还给我们 先生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 当时最开始分房子的时候 没有您这一家人的 这个您认可吗 对 开发商不同意 您认可吗 两回都没去 两回都不同意 就开发商从头到尾 就是不同意 把这房子写在您妻子名下 不不不 这个开发商啊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啊 开发商是分给你家之后啊 那个 没有您妻子那一份 是吧 对 是给了一个 连他那份都没有 更不可能写在他名下 对不对 连他那份都没有吗 对 说连平米数都不给他 那就更合谈 还写名下 对 明平米写什么呀 对啊 对不对 好了 这个您认可了啊 您那怎么着好不泱泱的 就写在您太太名下了呢 这没写我名下呢 对 您比如说我们家 跟房子不好不泱泱的 不是师哥老师写你名下吧 对对对 这个问题 那我是说白了 我出门被什么给挤了一下吗 对啊 一定会有原因 对 那这个原因究竟的 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个啊 您说的啊 没本来没他的这之前 是签协议之前 嗯 签协议之前呢 是分了一个两局 一个单局 怎么 这两局 多少 您再说一遍 一个两局 一个单局 哎呦 不是 这个 您跟您太太说的都不一样 您太太都说了 当时分的是一两局 两个单局 这个办法我们都履过了 一个两局 两个单局 这是签协议之后 他说他没参与这事 他怎么知道 人家说的不对 签协议之前啊 是一个两局 一个单局 不可能 不是不是 是这样吗 先生 那是啊 是这么谈 结果 这个问题 这个结果 我都知名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能解释 这个你弟弟一上来说的非常清楚 这是一开始开发商 给你们家的封房方案是这个 你弟弟坚决没有同意 以后就变成了两个单局 一个单局 我们都听得清楚了 对 您听不听啊 先头是分了没有我们的房 是吧 是因为分了一个两局 一个单局 觉得七口人 一个两局 一个单局怎么做啊 没得过 后来呢 最后人家开发商 那时候重新跟你们家分一下 这是我听我媳妇说的 因为我不在场 完了之后 就变成一个两局 两个单局了 他是胡说八道 那写一让白的黑字写了呢 那怎么就从一个两局 两个单局 就变成两个两局 一个单局了呢 两个两局 一个单局是 我们家够13岁 增加一个自然间 对 这就明白了 其实是增加的一个自然间 是因为您孩子 对吧 就是到最后 其实如果说要写在 您太太名项 您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写在她的名项 如果说没有 当时没有任何原因 为什么那个一局 不写在二姐名项 那个两局 不写在小玉名项 单单这个房子 就写在您太太名项 如果当时你们之间 没有一个协商 或者没有一个利益交换 我很难理解 大家会这样做 对 这就是问题关键 问题关键就在这了 那您说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很简单嘛 您做什么 今天跟大家说 为什么呢 很简单啊 305是一个两局 对吧 对对对 没错吧 对 就是完了 1805是一个两局 611是一个单局 嗯 现在三套房 是2000年之后 开始入住 分你们家三套房 这这没错吧 对 你看到这上面 露出真面目了 就因为报销 这个写的我 我到哪儿 我都这么 三套房 父母 还有我姐 全都知道 对 那一趟 单居室 是我的 双居室 是父母的 是我给挣下来的 我用他两天平房 刚一开始 人家说到一个 你说的就不对 他凭什么说 我老公说的不对 他又没有在现场 他就觉得 我老公说的话 对他无理 所以他赶紧否认 知道吗 孙子那指的 谁给的 谁给的 父母 父母的两口子 就给一个双居室 两间平房 用两间平房要的 不让人口要的 那就给双居室 完了 其他那个应该没了 完了 我就说 我二姐呢 我大姐呢 你二姐 活泼家住房紧张 给你二姐一个单居室 你大姐 天才有房 他老公 户口 一直在那 房本上名字 是你父亲 你的户口 一直在那 你们结婚 人家上局委会 也调查了 你们在那接着婚 是不是 那个房 事实就是你的 人家开发商 这么说的 说 以后 你那个 姐姐 天南分房 这儿不会 分房 我说我呢 我说我没有房 我住口在这儿 我说我不跟我父母 掺和 我说你愿意给我 你就给我 你要不愿意给我 你也 我就在这住 你也不用开房 最后人家又单独 给了我一个 单居室 这我觉得听上去 基本符合逻辑 您觉得符合逻辑 不 那我 那您觉得哪里 不符合逻辑呢 这里边啊 不符合逻辑 就是太多了 哪里 您举出来 您举出来 我说 允许不是你说话 我就问你 说 说呀 完了 说 你第一回去谈 第二回去谈 是没有分理解的 对吧 那我请问你 第一回谈 第二回谈 前两回谈之后 人家分 分你们家什么房了 一个两居 一个单居 对不对啊 一个两居 一个单居 最后分了我一套房 最后 说这 拆签协议之前 之前分的那房 他愿意分 咱们家 我们家 一套房 谁会干呀 那对呀 不同意 签字了吗 以签字为准 对呀 对呀 最后这个就是什么 我最后要下来的 我的一套房 我又帮着你孩子 生了一个死人天 不是 那我们那个 你姐的户口 你孩子 孩子的户口 当时都没有用 你的户口 平方说就是七口人 对呀 住的也是七口人 对呀 光给我姐了 光给我姐了 神家 光给你姐了 你这个 这话不对 他可以在这里边住 也不对 那应该怎么着 你这个 你这个 是把这个拆迁说 你得一步一步来 对 他是不是得一步一步来 你说那什么意思 你一下从那等 你说那双居室 什么意思 他非得要一个两居 他肯定他就 他就为他孩子考虑 那你非得要占 那么大的便宜干嘛 一开始人家分你们家 怎么分的 给你跟父母一个双居室 对 给你们你二姐一个三居室 对 完了之后呢 没给你姐 对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坚持到最后一家人住 不分房吗 为什么 因为 是因为谁 是因为你姐 和我 对呀 我在你们家住 他不分我房 你没在我们家住 你在我们家吃 没在我们家住 你住在那个屋的时候 是你们是刚刚生完孩子 对 就在那住了三年 他说住了三年 刚才住了几年 我不知道 我想不起来了 刚才就这么说的 住了三年 那三年之后 跑哪去了 你看上租租 那时候你就 回天南 完了又跑 你们家三儿那住去 你那房给租出去了 谁那房租出去了 我那房一直就没租 三儿回来才租出去了 好吧 这样 这样 这位大姐夫 就您认为 现在反正这个房 去成租人 是您太太 所以您觉得 那个房将来 就应该给您 对吗 别给我 不给您 给您太太 对 因为什么 我认为 他呀 就是说认为 他是什么 这是理我们家的 那个拆枪 门的这个财产 不能落给外人 我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 是不是 谁 外人呢 我是这么说的 谁是外人呢 我跟你说 不是说给外人 我说你们 谁住 你要给我 这叫外人 谁住都可以 嗯 谁住都可以 嗯 我父亲说 这名字我改过来 不就是因为 供啊 才能报销 此时 经过了一番 激烈的对峙后 姐夫张先生认为 当年将姐姐 现在居住的 两居室的成租人 改成自己 妻子的名字 就是单纯的 因为 妻子当时的 所在单位 能够报销 没火费 这也就是 间接的否定了 承诺一事 而弟弟 王先生 却一再坚称 如果不是因为 姐夫曾经承诺 日后会给自己 补偿一事 自己是断然 不会答应 将房子的 成租人 改成姐姐的 经过专家们的 缜密分析 和律师的精确判断 所有人的心中 似乎都有了 一个基本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啊 您看啊 有这三套房 咱们寻个根 就是这三套房 要没有他父亲 原来成租 那两间平房 是不是就没有 这三套房的事 那当然了 对吧 那么后来呢 我观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现在写在 您太太名下的 这套房以外 另外两套房子 要不就写在 老父亲名下 要不就写在 老母亲名下 那现在呢 弟弟提出来 一个要求 谁也别写了 也别写弟弟名下了 也别写 您太太名下了 咱们把它恢复成 最原始的状态 写在老爷子名下 还归待 最后老爷子 要怎么做呢 他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咱们就当给老人家 尽孝了 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不合适 你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 其中 还把你孩子的那一部分 留出来 给你留出来 留出来 留哪儿呀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这是拆老人的房 给老人分的房 你现在说 写在老人名下 不合适 你觉得不合适 哪个地方不合适 一是同仁 还有你怕什么 对吧 我们怕什么 对 您刚才重复现在 你就回答 刚才律师说特别清楚 这个房 三间房 都是因为老父亲 名下的两间房 得来的三间房 对吧 对 其他两个房 都在老父亲老母亲名下 唯独你们这个房 在你的太太的名下 现在他没有要求别的 全部还原 因为都是老家的东西 那我想问吧 嗯 这个房 写谁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不是非你的 也不是你自己买的 他就不是你的东西 为什么不写在弟弟名下 305是你的 你应该 是不是应该上楼 写你的名的 你为什么 为什么没写你的名 是 是因为 嗯 公说 父亲呢 有工作单位 供党费能保销 当时 回来之后 他们的写完名字之后 我听了这个 说 我说那你们家政策协议也合理 是不是 两个两军共党费都有着报销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好 我跟你讲 姐夫啊 首先 那会儿呢 是您跟您妻子已经结婚了 嗯 而且结婚地呢 是在您家那边 结婚以后呢 肯定您那边呢 就有房子 当时肯定是有一个 能让您暂时居住的地方 对对 好 那么那个时候呢 弟弟 是在这个 跟您的这个岳父岳母 在一起住的吧 对 他那边没结婚呢 对 对吗 对 而且那会儿 他也肯定符合满十三周岁 如果说非得要写成租人的话 首先第一个 您刚才分析的部队说 那三名我要写写第一句名下吧 好嘛 您要知道那会儿那房子再写他名下 您觉得老父母名下可就没房子了 嗯 因为最少要写的是老父母名下必须得有 你们不可能你们咱都写完了 他没有吧 就是您刚才有一句话 我说不符合逻辑是说 那当时上楼的时候应该把三名五写在地区名下啊 那不能写他名下 因为再写他名下 老父母的房子去哪去啊 你得给他留位 母亲一居了 就不对了 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写成租人 符合条件的排序 符合条件的排序 第一个是父母 对 对吧 第二个就是他 就是您的弟弟 因为他当时二十多岁了吧 三十 三十了 而且呢 他还未婚户口也在这 他长期居住在这 就是符合条件的第二个排序 就是他 至于说您太太和您那个妹妹 符不符合条件 我现在先不做推断 因为我还需要了解其他的信息 但是您说这个时候 到底说谁符合条件 谁不符合条件 我相信大家也大概有一个判断 就是您刚才这种逻辑推理说 那是他要写 他自己不写 关我什么事 三十我写他名下吧 这句话您说的是不符合逻辑 所以说我为什么 刚才我们一楼专家 包括说您小弟弟上台的时候 我们也在劝他 如果要想解决问题 必须要把事情 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也并不是说 您说清楚了这个事情 您就一定不占比 或者一定会损失什么 但是如果您不把事情说清楚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不是说我们想隐瞒就能把它隐瞒住的 说清楚把问题解决了 没错 好吧 我想是什么 就是说你我们说 我们认为我们说的 就是事实 当初就有商量的 他们家 明明刚才律师说 刚才说的不可能这么商量 那个房子三间房 怎么可能没有老父 没有老父亲老母亲的呢 你还说你就是事实 怎么可能 第一话已经跟你讲清楚了 不用再掰回去了 这方 对吧 您问的什么事 由着你说觉得合理就合理 大家都在心 不是我说的合理就合理 就是说 这个他们三人 他们俩 这样是他们妈 就是我的岳母 他们三人商量的 因为我的岳父 就是家里是不管 其实我帮您去推导这些事情 姐夫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一直要导到什么 导到那个当时那个原本状态 因为啊 我们大家 你首先你要明白 在录这个节目之前 我跟您的弟弟 跟您已经您的所有的家人 我们所有老师跟您谁都不认识 因为我们如果作为专家 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得了解实际经验 然后我们也得有一个逻辑思维的推断 对 因为我们之所以问您这些问题 因为我在考虑 如果说 刚才弟弟所说的您 当时的一个 有一个承诺 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如果按照您说的这些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所有的房子 都没有落在子女的名下 只有这套房子落在姐姐的名上 落在您太太的名下 我们相信这个里边 我们猜测这个里边 应该是有一些 你们内部之间的有一个协商 或者有一些约定 对 对吧 现在您把这个协商约定说出来 协商的结果就是 协商的结果就是 你的任何条件都没了 结果房子落在了你媳妇的名下 是为什么落在你媳妇的名下呢 当时不知道 就天上掉下的三个字 不写在你媳妇名下 已经解释过了吗 就是说因为我媳妇她有工作单外的付款费能报销 写上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善良的呀 那不还不是你的房吗 你这个等于是一点都不防着别人 他认为什么 我是儿子 我必须都得继承 他因为这个事一直淹灭这口气 这不很明白了吧 你自己都承认了 拿我的房 等于是你们替我交的取款费吗 那不还不是你的吗 行 你又不是很清楚了吗 还有 说一说 你说话呀 您刚才自己可是当面说的 当时考虑是因为供暖的东西 是不是你们这个生意后我没在场啊 你再不想说出来的话 可以回去看录像 您现在等于已经在认可 当时只是考虑 供暖的问题 把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 写在了你太太的名下 那现在回去不很正常吗 就当时你看得很清楚 知道啊 你看你看你这明摆的在跟你弟弟抢旁 这才是当时解惑那个爷们的表现 那你既然写 你们之前考虑这个节目 我们也不能亏了你 我们再给你补偿 这个是合理的顺势上 你认下来 你再会做的 像个解惑 像个老爷们 您现在愣把好事不认了 我没听懂 我跟你说个能听懂 你保证能听懂 你要这回听不懂的话 那我就不懂了 你小舅子 曾经的日子里头 对你女儿好不好 好 多好 多好 这个怎么形容了呀 反正 比如说 马老师 那对我太好了 每次我玩不了电脑的时候 不管在那打个电话 此棱就来了 哪怕骑自行车 太好了 人太好了 这就是好 告诉我 他对你的女儿 怎么个好法 如果说 当时我回不来 他可能是 去接过我们家 我送我 接送我们家孩子 上下学 偶尔的吗 还是经常的 偶尔的 以我为主 这样吗 先生 为了良心说话 我开出租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开出租 你回不来呀 你那拉着客人 你还回来吗 我开出租 他为什么 你接 我们家孩子 我整个 问父母 不承认这个 简直是太逗了 不 先生刚才这句话 是有点好心的 您在那几年当中 接过多少趟 超过50趟了吗 一个月 他要是上这学 最起码得是80% 得让我去接 超过50次了吗 总体 总体 长这么大 长这么大 50次 500次也得有 先生 您认为有这么多吗 您认为有100次吗 我跟你们这么讲 您跟您 没有 您认为有50次吗 没有 您认为有20次吗 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其实他是接 他偶尔的接 你为什么不成这样 他对他不理 那不是 你说话 有什么可气 我开出租 为什么一直开出租 知道吗 我开面街的时候 早三开的那个 一开上全 人家后来是找我 开大理由 我还跟我们同学说呢 我是开大理由 还是最开出租 后来是 我说我这 这挪地之后 我们家还在离家八公里 我就一直接送孩子 你知道吗 就放弃了 开大理由去了 你看现在也急了吗 好这样 这个姐夫啊 我能看到 今天你接送 不 姐夫啊 你怎么接送啊 你骑车还是坐车 骑自行车 万父母去 先生说话 刚才有一点矛盾 一个是呢 在关于家里边 有没有开会 讨论那个房子问题的时候 姐夫说我开出租 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开出租 没有时间 讨论他没什么事 但是现在呢 我没参与 对对 但是既然跟你没关系 你为什么要发表这个意见呢 说这话都已经有公分 所有的人都得反对他 现在你有说 每天接送孩子 接孩子 你就有时间 接送孩子 你告诉我 如果拉着客人 到了接孩子的时间 你怎么处理 那会儿 九几年 别说 你就说 告诉我 直接是怎么处理 什么无所谓 把客人扔下 不是 不是 那不是把客人扔下 大婚长 老头尾巴来了 那不可能 这样吧 郑老师或者马老师 你们直接去给父母打个电话 再给女儿打个电话 您去给女儿打 您去给父母打 好吧 咱们三两批 有没有超过二十次 很好 来 很好 那个电话在编导那边 好的 你有 你们家电话吧 有 父母的 你去 你去跟着 把电话给编导一下 谢谢 石刚和马建老师 到观察室中 分别与王家父母和大姐的女儿 电话连线 核实情况 在刚才这个过程中啊 我会突然觉着 这事好像主要是您过不来这劲儿 我好像感觉其实大姐的工作很好做 他不是过不来 我们家这种太委屈了 不是 你说他说话 他我们家孩子 他永远接送 我没我事 是可能吗 这个 但是 但是他接过吗 接过 是为什么接过 是孩子上高中以后啊 齐定格上下学了 嗯 知道吧 那肯定也超过20次了呀 我们家 20次都没有啊 没有 偶尔的 不 这位 这位先生啊 您的女儿从小学 一直到大学毕业 3000多个日日夜夜 都是我 成他的孩子 不是 接送一共 连 每天连接带送 这就6000多次里面 他没有 20次 我一直说 我为什么一直开 等于家里有冷车 有事都是我的事 来推下大姐的话筒 大姐 您觉得弟弟接送过吗 平心而乱 是接过 我承认这点 超过20次了吗 他说有就有 谁记得这么详细啊 他说有就有 我承认他接送了 我也没说 我不承认 说我刚才一直也承认 他接过 但是说您说这次的时候 谁统一还没统计过 我都给您说了 6000多次里 6000多次里 我跟您这么讲啊 他也未准 就说抽能超过20个 为什么 我从开出租到现在 这么多年 我印象当中 坏在马路上就两回 这跟您坏车没关系 坏了车你就过不去了 接不了孩子了 好 那我想知道啊 咱们还说到这个房子的事 那您认为现在房子 就是原格局不动 是这意思吗 原格局不动 凭什么要动啊 是不是 他弟弟来了 那目的是什么呀 那说你有什么权利 这边住的好好的 这几个人 你得改名 你得改成父亲的名字 为什么 你有没有这权利 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此时 施钢老师在观察室内 拨通了王家老母亲的电话 也希望得到老母亲 对此事的看法 同时马建老师也在另一观察室内 拨通了大姐女儿的电话 你妈妈跟你舅舅 这不是因为家里的这个房子的事情 到谁在说了 有一些事情也想跟你落实一下 我问你老人家几个问题 你能听到吗 就是您回忆一下 就是我知道那个外孙女一直跟您 跟他这个小舅舅一起在一起生活 是吧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小的时候是跟姥姥姥爷在一起生活 是吧 对啊 那个时候舅舅还没有结婚 对不对 对啊 那我问一下 就平常在这个孩子上学这个过程当中 是他舅舅接送孩子 照顾孩子的多呢 还是他爸爸他妈妈 照顾孩子 接送孩子 接送的多呀 是不是他也经常送你上下学呀 啊 是啊 你觉得一年大概得有多少次 是他送接送的多 还是父母接送的多呀 王家母亲和大姐的女儿针对王家弟弟接送外甥女仪式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对于当年的那份承诺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实情呢 如果我们采纳他的说法的话 当年这个房子本身就是就是从他一半你女儿一半啊 对吧 就说没有他姐一瓶礼 那那只能只能这么解释 他现在逻辑就是这样啊 对啊 对 因为他刚才说的我觉得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呀 因为当时他说他外面其他地方有房 按照当时的裁签政策应该是这样的呀 当时的裁签政策啊 我外边是有房 那个我住我父亲的房啊 但是那房是什么时候才变成我的 是不是你是九六九七年拆签的 你我我拿过来协议了 我我怕他说我什么什么 那回就说啊 红花库把什么这 这回我我也回家看看 我那房本一看 两千年四月一号才写上我的名字 嗯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们不存在什么红花库的 而且呢 就是我媳妇啊 跟我的孩子户口一直在 嗯 就是我们这回 这回他们家那拆签 我媳妇跟我来的啊 参与了这个拆签分择的利益了 好 那您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吧 来请一下大姐 此时在观察室内的两位老师 也分别得到了母亲和大姐女儿的答案 我妈给他帮我没帮我 没帮我 都上班 我们一个月按照2025天来说吧 你觉得他能送到五天吗 每个月 那吗 他爸爸挺不接送 哦 他爸爸就是开通都忙 从来都不接送孩子 是吧 对 他妈妈有时候偶尔接送孩子 是吧 他妈 他妈也没接送过 他老年 他老年 没接送 在你的印象中 这个舅舅呢 跟你关系也挺挺好的 而且还比较宠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上学的时候 舅舅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去经常接送的 是不是 你觉得老舅对孩子好吗 对这个外申请也好吗 他对也还是超好嘛 既然两人都十分肯定的回答 为何姐夫张先生还是全盘否定弟弟王先生的说法呢 这难道与当年的承诺有着某种联系 大姐上场又将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我想当年你跟小弟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因为我听编导讲说 弟弟其实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画画得特别好 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你提这我想起来了 当年他学画画的时候 那画画是个很费钱的事啊 那是我在帮着他 他出肯定多少肯定得出点 但是有我父母呢 那时候 此时在第一观察室内 王家老母亲对于自己两个儿女之间的矛盾 也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我们的儿子 嗯 要改他的名字 嗯 他呢 你故意都不改 哦 你不必担心了吗 您觉得儿子现在这样安排 就是把房子还改做到你们两位老家的底下 然后呢 这个房子保证还让姐姐他们做 你觉得这样 你觉得合适吗 我也合理也不合理 因为 我也给他的 也许 作为母亲 他不想偏台任何一方 却又不想两个儿女 因为此事 大打出手 或许整件事情中 最为难的 就是王家的老两口 两位老师打完电话的结果 我们一会儿等姐夫上来再说啊 但是 刚才 我就在想啊 就弟弟能够那么 确准的说 我至少那五百次接送 就他他这么说 他五百次都有了 那我想 他这个跟你老公说 这个二十次 这差距也太大了 他接着接了 我也 他说多少次 就多少次 我不跟他辩解这个 这不是辩解 你也觉得是没超过二十次吗 超过了 就说他说五百次就五百次 我认 甭买做多少次 我都认 这大姐你看啊 我觉得您的这个爱人啊 肯定没有想过 就他这么一说 连二十次都不够 如果我们调查的结果 比如说 比如说 咱就别说是五百次了 比如说是超过两百次了 我们就会觉得 你丈夫不诚实 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那我不知道他怎么讲 他给我们什么 那还是我们的孩子 用你接送 其实我就觉得 你们家人吧 就是缺少感恩 这点事情吧 家里这些是你为我做 我为你做的 都没有必要题 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我老说这点事 你有什么可提的呀 你说 他怎么不提出 我我为他付出 他他他知识没提呀 你为他都应该的 都应该的 把我东西拿走也应该的 我媳妇对他们打了 更好 说实话 在一开始 你弟弟说打你那事上 我确实觉得他过分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说他 那么但是我觉得 你弟弟这人有一点好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做就是做了 错就是错了 我觉得这一点上 相对来说 我觉得他比较诚实 那我们家都是成人 说一人怎么干什么 都我就说就得实事求是 是 但是您这样子说 他这个好像似乎对你女儿也一般 这就听上去吧 我就觉着 就是矛盾归矛盾 房子归房子 咱们这样说话 多伤人家心呢 其实我们家孩子 跟他老旧是挺好的 对呀 来请一下小弟和弟媳 你找这么年轻的媳妇啊 都不 心眼好 心眼好 这叫什么牛吃什么草吧 开个玩笑啊 大姐刚才讲啊 说其实当年 是支持了你画画这个爱好的 这你承认吗 承认 这你必须得承认 他确实也为我付出了 大姐觉得 好像自从你老公结婚以后 就是你进家门之后 好像这事就出来了 这 我就在想 你参加这事吗 其实我都不知道 他们俩之间 说这房子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 就最近这段时间 最近这几个月 他们已经打得谁都不理谁了 我才知道的 嗯 你老公说你经常劝他 别争了 是这意思吗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跟我大姐老吵架嘛 然后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我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 他们认为是我媳妇的事 实际上这就是什么 我没有 你听我说 我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对这家的所有的付出和爱 全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我结了婚以后 他们慢慢的感觉接受不了了 什么事情都没人给他们帮忙 先生我想知道 照顾父母方面 你们家这三个兄弟姐妹还都行吧 照顾父母 要是初级六弯 基本上他们没有过 百分之百的是我 我对他们父母 我比他儿子强多了 他就是在这能说 大姐做的是哪些事 就是调个病什么呢 我说你给找医院去排这个队 这个全归你们 嗯 后边住进去以后 是康护也好 还是怎么的 这有我 我父亲那是四年年 把这腿传来说了 他们帮着找医院 后边是我 不是我父亲 两个月 要不然起不来 不是 这有这事吗 大姐 有这事 那也就是说 其实您刚才说 您觉得照顾父母 你比小弟做的好 对吗 我觉得我比他强 强 我也没说 我我比你好 不是以前人不信 这就是应该做的 提这也没有用 对 知道吗 咱说房就是房的事 他根本就没参与这个问题 在旁边坐着 他终于参签 到结束 他都没去 这位大姐 您的意思是说 房 咱就说房的事 对吗 嗯 那就是情 千万别谈情 不谈情 没有情 要求问他就不至于这样 你那天跟妈说的 你说你们俩住十八层 让孩子住三层 让我们走 让孩子跟妈跟爸住 住一块 是不是你说的 要安房道门吧 要往我床上泼水吧 你说过没有 那是妈 我都没跟你 我都没给你说来的 为什么不说呀 我说什么呀 我们小舅子 先说一道 因为他就已经令一道了 同事讲话 见过这事 安房道门进去 把你给挤得出来 我这么做了吗 我没这么做 你不要安 妈又不致死 你是不是要安了 你致死之中 你刚开始是说写回父亲 你不要写回你的名字吗 刚一开始 就这么说的 我问物业了 物业说要改成我的名字 不成要改回父亲的名字 咱们就别追究 以前谁说 物业就这么说 但是现在开始说 让改成父亲的名字了 写回父亲的 你有什么这权利啊 你跑这边打架了 什么意思呀 在当年那种条件下啊 大家可能兄弟姐妹都好着呢 也谁都没想过 这房子会怎么样 而今天因为房价的高涨 所以大家在钱字面前 这都不认了 你们当时就想省这个共浪费 其实说实话 就是我不是律师 我只是讲 我们这件事提醒大家 该怎么做 来 姐夫您好 您好 您现在还认为 你女儿这个 确实你这小舅舅 接了不超过20次吗 接送 接送 主要是以我为主 我占99% 哎呀行 那你别说了 欠 你说半天管什么叫 我真的说话的吗 你骂过人多热回来 他这样人都欠 我 就这样 你说说 姐 你太欺负人了 就是知道吗 他说错了 人家怎么腻了 人家为这个家库了 付出多大 你是这样 我为你们孩子 那全国 一点全国抹没了 抹给抹没了 好家 我不爱跟你争执热了 知道吗 那少说一句吧 你付出了 你也应该 我付出 我也应该 你想想吗 你孩子12天 他老了走 是不是我抱着 给你们做饭没有 你想到了吗 啊 想到了吗 你说过吗 想到了 啊 对我父母 想到你说过吗 我问问你们俩 不是 这个我说一下 大家 你这说着别 这个孩子12天的时候 是 偶尔 我没给你们做饭 买菜 不都是我拿钱呀 他知道吗 他说过吗 偶尔的 老真的我在场上嚷嚷 这我的 不是 我跟你说憋死我了 这肉费 我不爱提这些问题 你看你有哭了 我又哭 提到这个问题 那他也很伤心啊 他也很伤心 你别说这样子 为什么 你老说 你不要这样哭 我们孩子从上班 对你们孩子怎么样 你们两口子说说 买玩具 买吃的 从来都是双份的 买吃的 都是双份 他们从来不认可 知道吗 我都从那边带回来 关键你老公也没认可人家呀 不认可 你没认可 我不说了 你老公和你认可他的那个付出了吗 您看您大姐 你多矛盾 你那边说 你别说了 说你老公 这边牛逊 你弟弟 你到底站谁这边呀 我不是说站谁那边 别说了 什么多少都无所谓 我从来不说这些问题 这个很重要 知道吗 跟谁我都不说这些问题 你看啊 这位大姐 我认为谁在说这个节目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不仅谈房我们谈感情对不对 如果说您只想谈房子您来这真来错了 我们确实觉得除了房子有很多比房子更重要的而且这东西这世界上老天都是公平的该是咱的就是咱的不该是咱的拿了将来也麻烦对吧 自己各自心里明白小弟媳 麻烦您到观察室一下让他们俩先解决好吗 好吧 大姐夫您好 你好 呃刚才呢我们的两位专家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两边都通了话现在我根本不知道答案我们随便问一下啊来马建老师您是跟哪位通的电话呀呃我是和女儿通的电话也就是大姐的女儿对吗对对对大姐的女儿 关于他上学的这十几年中十二年中接送他的这个问题这个女儿怎么说呃我是这样来问的当时接送上学如果一个月按照25天来计算的话 舅舅能接送五天吗 女儿很快就说有的我们按掉一个月五次算他说肯定是有的而且肯定超过那么十二年就是六百次来这个施钢老师我在说答案之前我特别想再问一下这位大姐夫您现在还坚定的认为您的孩子上学期间接送主要由您来完成的吗 离家八公里都是以我为主 我们的开车面别离家八公里总数你别加任何就是你整个孩子上学期间接送的任务造物的任务主要是由你完成的还是你的你的爸爸妈妈完成的和还是你这个小舅子完成的 差不多一半一半吧 什么一半啊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也行了就别说了百分之九十好吧那我来讲我就是这样问的我说孩子在读书过程当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造感孩子老人家说孩子十五天就搁到他那一直养到二十六七岁 整个上学过程当中接送的任务我说怎么分配的他说他的爸爸因为工作忙基本上不太管孩子这是老人家里一句话原话你可以去听啊可以听录音 然后我说他的妈妈呢他的妈妈也忙但是偶尔会管孩子 然后我说孩子主要由谁来管主要由他老伴跟这个舅舅来来来来管而且舅舅要多一点因为他年轻 平常生病物的都是由这个舅舅来管得多这是老人家的原话 公布完这个之后啊我不但请这个这个大姐夫我也请大姐仔细琢磨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里面的事情呀不是靠斗气就能解决的 我觉得你们事情之所以闹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相互赌气不去承认客观事实 因为客观事实有时候不是看我们怎么说 甚至有时候不是看我们情绪失控 您认为您的妈妈和您的女儿有可能同时撒谎吗 因为他们肯定是互相不知道不可能说他们已经沟通过了 然后说这个事 我觉得我孩子不会撒谎 对孩子不会撒谎 很好 孩子要不会撒谎的话那就是你老公刚才确实撒谎 我老公是他可能是那什么 所以这位先生我在想您是不是 这斗气呢还是记忆力出了问题啊 他可能是有点不是我斗气也不是我记忆出了问题 是因为我那个离家很远他们没有寄这就是接送孩子啊 他们拿什么去接送孩子 我是天天开车 别被这事纠缠了行吗 你 不是 这个接送孩子当初我开面 是不是 是你面接都接 不是 这位大哥那您的女儿也会撒谎吗 您认为 有可能 他记不住 哎呦 行了 你 我这位大哥啊 所以这就是您的性格 您知道您的性格中要有很固执的这个因素 就您在纠结一件事的时候您就非常的就一定要把这事弄弄在这过程中您知道您已经伤害了很多人 首先说明您伤害您的女儿 就是我我觉得如咱们别说这舅舅接了几百次 我觉得现在反正我认为我是相信您这个小舅子说的话的就这件事上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观众调查 大家相信倾向于小舅子呢还倾向于姐夫的这件事上 你看所有人都会这样想 那现在您认为就就是确实这跟房子没关系 但是这一件事我觉得您要反思一下了 就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想问题 您觉知呢先生 不是啊 就是说接送孩子这事 对 他怎么去接送的 你告诉我他怎么去接送的 好您别着急 来这位 这位兄弟 我希望您诚实回答我 孩子小学在离你们家远的多远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两男弟 小学的时候如果你送你的外甥女儿 你怎么送 自行车 骑自行车吗 自行车 还有小三轮 好 请问他早上一班几点上学 你还有印象吗 一班的都是有时候七点来钟吧 嗯 就基本上就得走了 很好 那就是是不是你送的多 姐夫接的多呢 呃 你要再这么说吧 他又不爱听了 嗯 所以我都不敢说了 没事 你按时说啊 你说你的没关系 你接了我也 我就是什么呀 有的时候是什么呀 送 还有的时候上那中学呀 我说要不然远 我说你要不然就别那个坐我这行车后边了 我说你坐公交车 我说我骑车我在后边我追着公交车吧 有这样的时候吗 对啊 因为什么呀 他上中学了 他离着我们家就稍微远点了 他不安全 所以你坐呀 我叫什么呀 骑着自行车 我叫他带着他 他那时候也大了 坐在后边这个坐上面不是难受监能吗 哦 我想来了 拆迁这我说的是拆迁以后的事 93949596 90年底啊 这次前四年 他接送的数多 你得把那个坐就分段了 你得分开 你不能全说我为什么急 我没想起来这事 孩子跟你聊起过 这个他舅舅会跟着公交车 还骑着灯着自行车追 没有 这事 孩子从来没跟你讲过这事 而且我们还要说一点 那个时候 比如说你们要坐在天坛附近 您现在这个房子是在什么附近呀 先生 坐房间 您住在北边 那您想想啊 如果早上送孩子七点多钟 那么姐夫如果从天坛开车过来 这得几点起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总总啊 我特别希望这个姐夫呢 姐夫刚才他说了这个接送的方式 您认同吗 这个刚才我 我再会好好回忆了一下啊 您说 我们家孩子93年上一年级 他说我 我我这个小舅舅说了 离家两盘地 那是因为没拆迁之前 离家两盘地 拆迁以后 离家八公里都是我接送 你得分段 你不能说这算整体 好 就算是分段 那您刚才说不超过20次也是不对的 对不对 那你说的呢 我认为是拆迁 说的是拆迁以后 我说的 当时我说的就是从七岁到大学 从七岁到大学 那那那这个前头 先头这个问题啊 我没我没听清楚 不先生 当时我跟你一再强调 咱们把带子倒回去 我说十几年间 十二年间 我说的是 我说的还是小学和中学 还没下大学 我说是十二年间 你说不超过二十次 我说十二年间 不超过二十次 这是您当时的表达 你一牵 牵头设定的这时间段啊 我没听清楚 你要说时间段来讲啊 您就是把 您就是把不承认的东西 都叫听不清楚 您从当年就听不清楚 现在又听不清楚 说实在的 我特别想跟这位大哥说 你们今天呢 要好好的客观的 去把对方的好说出来 你们再也不要吵闹了 多记别人的好 少记曾经的不好 然后你们和和气气过日子 然后这个事情 究竟该怎么商量呢 说实在的 我清楚的知道 这个事情 你们心里有数在 这房子是写在你们名下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认为这件事情 是铁板钉钉子的时候呢 那钉子被拔起来了 那时候是很疼的 我特别希望 你要配合你的太太 跟你的这个小舅子呢 你们能够有一个 语言上的过往 互相上的谅解 谁也别再跟谁稚气了 小舅子你今天 我建议你好好的 给你姐姐道歉 你动手是非常不对的 对不对 我打你不对 回头 你咬什么 打什么的 打我头上 别说了 别说了 弟弟的一句道歉 让姐姐王女士泪流满面 多年来 积压在心中的情绪 似乎一下子得到了释放 当这个小弟 给您道歉的时候 刚才就打您这件事 您心里舒坦点了吗 还舒坦多了 太好了 在节目一开始 我记得在前十分钟 我就问过小弟一个问题 我说 你当时打完姐姐 你想没想过跟他去医院 他说想过 您说您认为 他不可能想跟我去 现在您觉着 他如果真说他 其实他当想去 你觉得是想去吗 你不知道 好 起码不知道 比说不是强 小伙子 你觉得你当时想去吗 我当时都 吓了一大跳 你就说实情 我跟那个九头九 我都嚷嚷起来了 我说你们这车怎么那么慢啊 我说这个人 这脑袋都破了花花的 我说什么时候大王 他说你耐 别着急 耐心的等一等 说路上可能 我这车了什么的 我非常着急 实际上 他那是雪花花流 我说你别好擦了 我说你越擦 他就越是定不上 我说这么一 那定了嘎巴 他就不会再流了 我说这事情已经发生 我说发生了 那你当时有没有给姐姐道歉啊 当时那时候 他那正好也是在哭啊 我也就 也是有点慌了 那当姐姐去医院的时候 他缝了四针 你后来知道这个结果了吗 知道了 你难受吗 肯定难受 您是不是觉着 哪怕他打你一下子 你缝四针就好了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有有 我刚才不说了 你随便拿什么打 我出出去 很好啊 或许在他们内心 对彼此都有着深深的愧疚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表达 今天在谁再说的录制现场 他们说出了深埋内心已久的感受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安慰 也给后面的调解工作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觉得弟弟这个道歉是由衷的 这么一个大男人 因为道歉就泪如雨下 我往往觉得这个平台 我们真的不是分房子 碰到这类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希望看到这一幕 是一家人还念亲情 还念骨肉情 这个时候房子就好解决 我也相信 大姐你们两口子 因为是家老大 在整个这个家庭过程当中 付出不会少 但是就这件事情上 我真觉得您先生 没有起到好作用 我刚才跟老人家聊的话 我相信你们回去看这台节目 你们自己都会掉眼泪的 我不知道你的老妈妈多大年纪了 说起这个事情的老人家真的是每一句话都掂量的怎么说才合适 最多我讲的时候我怎么说行呢 老人家觉得非常为难 说守心守卫都是肉 他先说合理 一会再说不合理 就老人家根本没有主心股了 那么关于这个房子 我特别理解施钢老师刚才那个话吧 爸爸妈妈的意见 虽然说他们其实说了可能用处也不大 因为这是一个成租房 他如果是产权房 可能爹妈说了就算 但是爸妈的意见很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一段 关于房子这个事你知道吗 知道 你怎么看呀这个问题 这问题不好办 你觉得他们这么闹得合理不合理呀 那哪合理呀 姑娘回来要要 儿子也要要 那你觉得该给谁呀 该给儿子吧 为什么呀 他有继承权呢 从您本意来讲的话 您现在想给出去吗 还是说就不想给 给儿子 女儿没有继承权呢 可是现在法律对于每个子女都是公平的 他们都是有继承权的 女儿没有 您就认为女儿没有 嗯 那女儿平常住到你这儿还照顾你们也付出了 女儿出家都没有继承权了 那您不怕现在把房子给出去了以后 没人照顾你们了呀 有人照顾 谁照顾啊 儿子 儿子说过吗 每天推我玩去 每天都推你玩去 嗯 哟 那真不错 现在 现在还来吗 他休息就来 看来你还真得给你爸爸普通法 这个首先 这房子不能继承吧 霍律师 这是成熟工房啊 根本没有产权 就是谈不上继承的问题 嗯 其次 这个男女是平等的 对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 那么我们所有的子女 包括养子女 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以及亲生子女 都有平等的继承权 当然 包括这里面子女 就包括了儿子和女儿 那我父亲这个 说这个房以后 传给我 这个我需要跟你解释 因为这个是实际上涉及一个 非常简单的法律问题 但是显然现在呢 有很多的我们的百姓啊 对这个有误解 嗯 简单一句话 因为这个叫做成租工房 也就是你们只享有了成租的使用权 而产权房并不是你们 所以说这个房子到底今后归谁 你父亲没有这样的权利 这位姐姐 为什么爸爸会 天上去有点偏你这个弟弟啊 他一历来就这样 我打完了以后 你猜他说什么 打死一个少一个 这是我爸说的话 这是把老人给气的 我怎么对待他吗 这是把老人啊 他摔完了以后 是谁天天弄那个 他吃不了饭 三顿饭磨成那个糊糊 是不是我呀 我爸根本就没就没想到 我觉得我们家那主意 确实不容易 跟了我这么多天 嗯 你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啊 嗯 就转院 包括转院 你是不在家吗 晚半他都没说帮着弄呢 都是我找的护工 帮着转的院 全是我 我说确实在的 你不是要推着玩玩吗 是不是啊 不可能说我们去推着玩 我干不了 我干了 我能不去吗 你不想想 当妈做不了主 当爸的有偏见点 其实我公公根本不是不心疼闺女 我媳妇有俯仇能说 她不我觉得能够吗 爸爸这段话 其实我有很多感触 因为我跟妈妈聊的时候 我真可认真地问了 我说 我说儿子说 现在想把这个房子换到他的名 因为妈妈一直认为 是你要换到你的名下 我说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啊 老人家说 哎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合理也不合理 我说怎么叫合理呢 合理是当初说 是这个房子 毕竟是拿出了你的一居室 跟这个外孙女的这个房子兑换来的 说这是应该合理 那我说不合理在哪呢 他说不合理是 姑娘没房子住怎么办呢 或者说 我说那他 他要是比如说 他在现场答应了 说是 允许让那个 让让姐姐随便住 那妈妈来的句话 你没想到 他说的不算话 就不办的 你看 所以刚才我说这时候 我看姐姐在擦眼泪 说明说 我觉得妈妈呀 真的就是说 心里面其实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既疼你姐姐也疼你 所以老人家嫁到那边 他不知道怎么弄 就我们当时在采访的过程 爸爸一口咬定 当时这个房子 确实如弟弟所说 就爸爸跟弟弟的意见是统一的 这个房子当时分的时候 确实没有姐姐的份额 而且爸爸讲的也很清楚 当时就是因为姐姐 他们在外面 就有其他的住房 所以没有给姐姐 那么妈妈怎么看这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房子 没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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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房商也不给 去了三回吧 两回去了 没有他的 说一天他要放 结果你三回 第三回去了 你说你跟你父母在一块吧 百年以后呢 你们俩别来住 百年以后 你父母也没游了 你带回来住 给他 我跟他在一块住 是不是 死了他管 我说那小女兵管了 他不干了 其实您还是挺想让姑娘 给你养老送终的 然后这块你就留给姑娘 让姑娘住去 对 这是您的本意 先生您看了这段 是不是也很难过 对 您告诉我 为什么很难过 我妈也 为了这个 家里边的事 房啊 为了我们俩呀 也是纠结的 不知道怎么办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们俩现在 不为你们自己 为这一对老人考虑 但是我要说一个事实 在刚才这一段话里 我们听了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这个大姐 妈妈也认同 当年这个房子 其实主要的 就是有一个两居室 如果说那些 都是爸爸和妈妈的 共同财产 如果我们按财产算的话 有一套 其实一半是弟弟的 一半是你女儿的 这也是 妈妈也认同 您认同吗 我不认同 我认为分给我了 他要不那么说 我还不走呢 我还继续跟他要 甭关给不给 我也能继续要 我们要不签字 你说哪怕我不跟这儿住 也没关 我们外边 我们俩自己怎么的 都能能 都能有点住 他就想是什么呀 我住这两居室 爸说那边的房给我 到时候是我的 没有你一厘米 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我为什么叫这个劲 当再次提到房子 当再次提到房子的时候 大姐的情绪 再一次激动起来 为了更好的 为他们解决问题 王维念老师 决定带领大姐王女士 到观察室内 进行一对一的心理疏导 这个房子 虽然是你的名字 但是它不是产权房 懂吧 我知道这个 嗯 它是什么房呢 工作房 我们都说过这个事 剩下的几位专家 也在场上 针对弟弟 进行着一对一的疏导 如果严格从法律上来讲 刚才我也都说了 成租工坊 能不能够变更到您的名下 或者变更到谁的名下 不是您老父亲 就能够做得了主 对 对我知道 他需要有产权方的同意 而且还要符合法律条件 那比如说 一些法律条件 共同居住 买两年 户口还得在这里 没有其他住房 而且是所有的亲属 得同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等等这样的条件 那么现在我们来反推一下 即使今天您达到了您的目的 把现在的这个1895 就是您大铁名下的 这个叫成租房 再过后更明至您父亲的名下 那么你的父母百年之后 你也不可能一个人 获得两套成租房 因为你要明白 什么是成租房 成租房是社会保障型租房 是给予社会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 如果说成租住房的话 一家机口可以成租几百平米的奢华住房 那还叫保障性住房吗 在我这儿了 所以说 即使现在更明至你父亲的名下 你也不可能到时候你一个人名下 我有两套两居士 此时 为大姐做完心理疏导的王维念老师 又来到了姐夫所在的观察室内 对姐夫进行了一对一的疏导 我跟我媳妇来 就是我媳妇说了 说这回咱们来冲这个节目 就是说今天一定要解决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小舅子 他都比较混着我 完了之后 我媳妇说心里话也比较害怕 我一天早晚不在家 我没法保护她 而且人家 我岳母跟我媳妇 使劲摁着我 不让我管他们家的事 你知道吗 我要管 我要管这楼子就大 我心非常宽的一人 我说过 我说这房我可以不要 无所谓 假如说要过来 最后我交给物业 我都不会让你得到 骗我 你看 这先生 那当时就是我觉得人 你得 你得想 他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现在老致这口气 那没完了 好 来 把这个姐姐叫上来 这个你跟姐姐谈的怎么样 姐姐姐夫都可以来了 来 姐呀 我再问问您 您这小弟 对你的女儿好吗 好 这姐姐有进步啊 咱们女儿在人家父母那生活 是不是人照顾的不少啊 姐夫来了 来 请坐 姐夫也不容易 这开出租车多累啊 这个姐夫 别说了你不好 先生 我再问您一下 你女儿小的时候 你这小舅子送过吗 我刚才坐这儿弄盘店 你就 我突然我在回忆 嗯 回忆什么 九三到九七 离家 他说两张地 那是他接的 刚才啊 我冤枉了 没事 真的 我真 哎呀 九三到九七 离家两张地 你以你为主 嗯 那个九七 天呢 就是咱们搬签 拆签以后啊 离家八公里 以我为主 这点你成人帮 是吧 确实啊 前前三四年 你接四 还到四十多 我刚才说的啊 我冤枉你了 我对不起你了 没事 你除了 除了接孩子这事 对不起 你觉得还有别的 对对对对不起的事 没有 别人有 如果说还有 那对不起他的地方 我觉得我对他们家的孩子啊 关心不够 啊 是你这姐夫这么说话 你爱听吗 爱听 爱听 我说咱也实事求是 我得说一下 我得说实话 姐有对你好的时候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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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 有的时候 回来晚了 老怕该开车出点什么事 老实 还是有 行了 别哭 别说了 知道就行了 往事重启 弟弟王先生 不禁泪流满面 姐姐曾经对自己的疼爱和付出 都突然浮现在眼前 挥之不去 踏着泪水中 包含着对往日姐姐的怀念 也饱含着现在对姐姐的深深的愧疚 想起西日的情景 姐姐也默默流泪 这泪水也表达了他愿意原谅弟弟 与弟弟重归于好 此时坐在一边的姐夫张先生 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姐夫 您告诉我 为什么您哭的是最厉害的 因为我爱人啊 他在家 上面那个得想着父母 弟弟想着弟弟妹妹 他为家在家里啊 他特别操心 你知道吗 其实你们家人呀 你们这一家人都是好人 我刚才跟姐哥聊天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其实这一家人 是被那件事情 积在一个拐角上 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这一家人 都不是说不进话去的 姐姐 你刚才想跟弟弟说 说几句话 你想跟他说什么 来 两位请起立 我不记恨你啊 小时有事 你还跟我说 我还会帮助你的 听见没有 你身边朋友少 我朋友多 没关系 都会帮你的 知道吗 没事 等你孩子那什么 我也会管的 知道吗 不会照你想想的那样 好吗 给姐姐说 是 大文不会对你 不用叫 没关系 必须 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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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没关系 我想 跟你二位商量的事 爸妈 都快八十了 没事 您能不能 你们俩人回去 跟爸妈说说 今天的情况 行 以后能不能约定一下 不管怎么解决这事 最后在爸妈面前 必须和好如初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就这么约定了 来 咱们在这 机长为事 就这么定的 如果你们现在 谁在 在爸妈面前 出现这问题 我就认为 你们真不孝顺了 可以吗 好 谢谢二位 现场录制结束后 霍明亮律师 来到观察室内 继续为姐弟俩 细致地讲解了 争议防污 所涉及的法律条文 我现在是要分别 跟你们沟通 您先评您的想法 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一会 我还要评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要再重重 给你们找一个 比较恰当 让你们 大概都能够接受的 所以说现在 如果要协商 是你们所有的 家庭成员 您您的妹妹 您的弟弟 父亲母亲 全这个 但是我想 今天要通过 我们的努力 让您和您的弟弟 因为最大的争议点 是您 我想如果你们 能够达成一支意见 带着这个意见 回去跟你们父母讲 更容易达成 估计你们俩达成了 回去跟父母说 首先 你们先达成 一个初步的议想 好吗 经过律师专业的解答 王家姐弟 初步达成了协议 节目录制后 在观察室内 经过 获律师 近两个小时的 悉心讲解 王家姐弟 终于达成了 初步的解决意想 姐姐同意 将成租人更改一事 与弟弟 做进一步的协商 在节目录制 十天后 记者也与王家人 取得了联系 你们最后 达成一支了 是吗 对 我们达成的一支 就是他把那个房子 还给我老公 就是改我老公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是让我大姐 继续在这居住 居住我到他那 是不如拆天 他搬走了 我说这1805的房呢 你可以改过你的名字 我让给你 但是呢 也跟我妈 还有我爸 我回原来那个 分手去住 他们的户口 必须得过来 因为你们 你们的房 你们都得过来户口 至此 王家姐弟的矛盾 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接下来 他们会对具体的细节 做进一步的协商 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要求 再次提供法律帮助 看到他们一家 最后能化解矛盾 我们都十分的开心 同时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 王家人 能够通过这次录制解决 明白亲情的可贵和重要 一家人 能够和平快乐的生活下去 节目组会继续 对王家进行关注 请愿免贵和平息 请愿免贵和平息 陈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